三级美女留在上海 二级美女在深圳珠海 一级美女才能飘洋过海 对啊 大家都勾认我们姐妹俩是一级大美人 哇 你真是后脸皮 对了姐姐 我认识了一个有钱人哦 她长得还蛮帅的 你的眼光那么高 还说她长得帅 她的名字呢 就叫做厉兆天 这对名模姐妹花口中的厉兆天 便是生在巨腹之家 在古坛战无不胜的精英鬼才 纵使身边美人如云 但势才傲悟的她 却只钟情一人 那就是前女友陆云 她既是超模 也是一名服装设计师 在一年前 因接受不了厉兆天的花心 便提出分手 现在找了一个律师新男友 你们已经分手很久 她还要缠着你 要不要我去跟她谈谈 没有用 她一定会说 你一天没结婚 我就有权力再追你 厉兆天一咽不下这口气 便决定使出绝招 重新追回陆云 让游艇加速行驶 向陆云的方向靠近 并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鲜花 抛给站在船头的陆云 这是船上所有人 都喜欢为这个浪漫求爱的 富商鼓掌 而厉兆天对自己 也是信心十足 可面对这样帅气 多金的男人陆云 却丝毫不动心 不留情面 把鲜花直接扔海里 即使这样 迷之自信的厉兆天 也不会放弃 但回到家中的厉兆天 还为白天遭去的事情 耿耿于怀 厉兆天无法理解 这段五年的感情 他对陆云有求必应 什么都满足他 可他还是狠心地离开自己 找了一个方方面面 不如自己的律师 他难以释怀 阿玉却觉得 他这根本不是爱 只是不能接受 被女人甩的感觉 就算再次得到他 不用一年 也一样会抛弃他 你真的很讨厌 我想这个世界 从而底之外 没有人会比你更了解我 如果你是女人的话 我一定会被你拉下来 对不起丽姐 我今天忘记带咏仪啊 这时陆云致电过来 他再次强调 自己已经有男朋友了 让厉兆天死心 不要再骚扰他的生活 因为从头到尾 我只爱你一个人 我身边的男人 对我绝对要忠诚 我相信你这个原则 总有一天会改变 我只是希望你 不要再来烦我了 OK 我还是那句话 你一天没结婚 我就有权利再追你 疯似 大家都说我女人多 其实他们想的是我的钱 只有我女不一样 她喜欢的真的是我的人 所以我一定不会放弃 以厉兆天的身份去哪 都会成为焦点 连看一场服装秀都会被成群的记者围堵 到底我为什么要来看服装表演呢 因为你是老板 这家公司是我的吗 我不记得啊 我也是啊 我记得就行 你不需要记得啊 阿玉提前透露说 这场服装秀还有看点 而这些对于眼光极高的力兆天来说 却觉得俗不可耐 根本入不了她的法眼 直到一个顶着一头羊毛剪的高挑女生的出现 让人眼前一亮 力兆天并不知道 她就是心上人陆云的妹妹 还去后台祝贺她精彩的表演 并邀请她们去家中做客 阿玉还特意把她的位置安排在力兆天旁边 两人闲聊时她才知道她的身份 阿玉回去后把认识利兆天的事情 告诉了姐姐陆云 并表现出很有好感 路云担心妹妹会受伤 便主动约利兆天出来 让她离路学远一点 当陆云起身离开时 利兆天一把拉住她 可对她早已心灰意冷的陆云 直接投也不回扬场而去 这个贪婪的女人自食其果住进了一院 而利兆天也被请去协助调查 面对阿斯尔的血润 利兆天也是面不改色 对她根本没兴趣 她硬要缠住我 所以我就整整她嘛 怎么个整法 也没什么 我看她嘴巴这么大 我想看她能塞几个球 一个球二十万 她居然一下塞了四个 谁让她贪心 还想多塞一个 就把喉咙堵住不能呼吸 阿斯尔告急她以后不要这样 那个女人差点隔屁 之所以会有这件事情发生 只因为利兆天跟富山马绍南的一场赛马比赛 五百个W的输赢对于她们来说就是洒洒水 她们更在乎的是男人的面子 两个旗鼓相当的对手 见面奋而言喉 可明显利兆天的气场占据上风 连马绍南身边的女伴 都难以掩饰自己的好感 哈喽 我来介绍 这位就是香港本人的女主角 陆小花小姐 她是明星啊 尽管马绍南这次花重金聘情的是英国骑士 利兆天的熊霸天下显然比不过 但她私下冲了二百个W 暗地收买马绍南的英国骑士 开赛的时候熊霸天下反转成为大人门 冤家牧者 当马绍南刚好碰到 罚得头彻的利兆天 正在跟亲朋好友庆祝时 还得装作若无骑士上去祝贺她 可利兆天丝毫不给她面子 故意损她 让颜面扫地的马绍南 气得扬长而去 留下小花站在原地 痴痴地看着利兆天 好像在期待着什么 你怎么不跟她走啊 没什么 我只是想陪你庆祝 利兆天一下就看穿她的想法 便故意整一下她 随着小花过于贪心 超过自己的成熟范围 被紧急送到医院抢救 很快 这个消息传到狗仔的儿里 都闻讯赶来 马绍南也得知此事后 便带上杂志编辑赶往医院 她花三百个W 让小花夸大事实 想借机利用媒体的影响力 让利兆天身败名列 次日 马绍南就带着小弟 故意缺找利兆天 等着看他的笑话 大家已经习惯 他们俩人的见面 开场白就是护潮 阿玉从柜里拿出 新鲜出炉的报纸 本以为昨晚的社会 成为头版头条 谁料利兆天已买通报社主编 在报纸上不气眼的小角落 报道了这件事 而且能与他想着天差地别 让我教教你们两个 只要出的价钱比你高 总兵就知道该怎么写了 哈哈哈哈 很好很好 利兆天 一玩的开心 马绍南再次被利兆天起了怀疑人生 而旁边的主编看起上头 看马绍南的笑话 笑得比利兆天还大声 利兆天生平就痛恨吃里巴外的 他借机把一位自己从此飞黄腾达的主编 狠狠地收拾一番 并呵斥他从此上班 要从早做到晚才能下班 而风光无限的利兆天却不知道 接下来会有一次重大危机在等着他 你能想象这个把直升机当交通工具 住着海景别墅 吃着山珍海味 作用千亿身家的香港富豪利兆天 看似含着金钥匙出生 家庭幸福美满 可背后却隐藏着一个 有关他身世的惊天秘密 而这个秘密竟与眼前这个朴实无华的中年女人有关 当利兆天看到她时 就没什么好感 吃饭的时候一桌子的亲朋好友 利兆天却觉得眼前这个陌生女人 看自己的眼神让她浑身不舒服 妈 那个明小姐 怎么跟我们住在一起啊 明小姐是妈妈的好姐妹 小时候她照顾过你啊 她整个晚上盯着我看 是不是对我有意思啊 其实她是住在庙街贫民窟的明姐 那这次受利夫人之约 特意挑出自己能拿得出手的衣服 出席利兆天母亲利夫人的生日宴 想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像有钱人一点 可这次出席的人非富极贵 只有不自信的她站在人群中 显得格格不入 她跟利夫人的关系很好 所以出入利家也是常有的事 可每次见到利兆天对利夫人那么孝顺 而对她的态度 却像使唤庸人一样 这样天差地别的对待 让她的内心无外杂沉 回去路上想起这命运多舛的一生 其实她才是利兆天货真价实的亲生母亲 她当年在农村嫁给了穷小子利兆天的父亲李家豪 为了有更好的出路 婚后没多久就抛下怀孕的母子 不深跑到香港去发展 一走数月没有消息 四伏心切的明姐决定去香港找她 谁知再次相见利家豪 以摇身移变成了公司总裁 贪图荣华富贵的她 娶了香港富商的千金白眼为妻 也就是现在的利夫人 他们已在香港安家 看着同样怀孕的利夫人 明姐几近崩溃 而白眼自始至终都知道她的存在 出于愧疚 答应让明姐入门 但前提是她只能为情 为了肚里的孩子有个着陆 明姐无奈答应 无巧不成书 数月后 两个女人同时生产 可白眼之子因缺氧夭折 而明姐却顺利诞下一个大胖小子 就是现在的利兆天 以心向飞黄腾达的利家豪 为了能继承岳父的家族生意 便抢走了明姐所生的儿子 偷梁换柱谎称是白眼所生 又假意把明姐带回乡墙 安抚好后便偷走明姐的证件后 逃回香港 想要明姐这辈子再也不能去香港 骚扰自己的幸福生活 可这一顿渣乃输出 却让单纯的明姐再次有了身孕 生下次子并随自己性 取名明之杰多年后 等这个被夺走大儿子的女人 再次回到香港时 利家豪已因遭遇空难逝世 你希望赵天可以到美国读书 像王子一样的骑马 还是跟你去妙街做生意 且脚踏车送火 自己决定 经再三考虑 为了利兆天的发展 又为了能时常见到儿子 明姐决定留在香港 混迹鱼龙混杂的妙街 并把儿子利兆天 留在白眼身边带拔 而因为这样的纽带 她跟白眼也成了好姐妹 而刚好这天利兆天 要和内地的一个知名房地产公司 合作开发地批 想顺便带母亲去深圳旅游 而利夫人这是想到 好姐妹明姐的儿子明之杰 在深圳开计程车 便热情邀她一同前往 一路上看着利兆天 对利夫人的好 明姐内心很不识滋味 这时突然冲出一辆面包车 原来一路早被绑匪盯上了 他们有枪啊 我给你三十块 冲回去 我在家一切 你闭嘴 被绑匪追击到无路可逃 利兆天集中生止 一把推开自己的母亲 小弟你小心啊 闭嘴 阿脸 阿脸你不要说话 阿脸 我不是叫你好好看见太太吗 阿脸 你快走阿脸 别坐着干什么 记住我不要报警啊 走阿 我小伤友一八千万 我甚至可以给你 你还真有种 其实我跟你是同一种人 只不过大家要的方法不同 在这个时候还能这么正经 难怪你会发财 你如果放了我 会有更多好处 说不定以后 还有很多机会跟你合作 面对绑架自己的亡命之徒 利兆天竟毫无惧色地 对着他们一顿疯狂 输出谈起了声音 狂又狂的资本 谁让他是香港十大富豪呢 就在刚刚 利兆天为了母亲白眼的安慰 就让明杰冒名顶替 而护子心切的明杰也是十分配合 人被蒙着双眼关到荒郊村屋 快走阿老太婆 我现在很老了 为什么叫老太婆 经过几天的朝夕相处 利兆天对明杰的态度也明显改观 甚至有些愧疚托他下水 可明杰心甘情愿地为他付出 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 过贯奢华生活的利兆天 面对眼前的大锅菜和粉 他是一口都吃不下 明杰劝他吃饱了 才有力气跟绑匪们斗志斗勇 他才免为其难吃的几口 现在别叫少爷 要叫我儿子知不知道 儿子 你放心 这这句妈叫得真好听 被这句妈冲昏头脑的明杰 惊一时激动 拿出全身不值钱的地摊货 与匪徒谈判 大哥 这个戒指 这七十万 我的手镯 这一百万 加入我 当人质 你把我儿子放出去 开支票给你 好吗 别打算 而那边的利夫人逃脱后 找到一家杂货店 想接电话求助 可黑心老板 却要他给一分钟识款 此时身无分文的利夫人 无奈只想摘掉 自己手上的金表 作为酬劳 才拨通阿玉的电货 阿玉得知此事的严重性 火接火聊的赶来 接他回香港从长期以 此时的绑匪 不手性竟狮子大开口 原本三千W 一下涨到八千W 阿玉接到电话 也很震惊 因为数额实在太大 肯定会引起银行的怀疑 而不安分的明姐 为了替利兆天 打包补平 被绑匪们关进 猪笼三百六十度 来回旋转 被折磨的吐了出来 好玩啊 这顿操作猛如虎 利兆天不认明姐 如此痛苦 好我给三一 你们挺手 行不行啊 心狠手辣的绑匪 才就此作罢 并让利兆天 致点阿玉准备好赎金 也正是因为 这通电话警方 才追踪到 他们准确的位置 准备救援 我知道你是个好人 怎么个好把 那些亲戚朋友 各个想占我妈便宜 只有你 是啊 所以我说你好啊 这时救援人员 一感动 在火瓶中 趁飞涂分散注意 明姐砸开木板 率先逃了出去 而利兆天 没那么信任 被飞手当场抓住 并拿他做人质 很快利兆天 被绑架的事 也上了香港报纸头条 这是阿玉打电话给他 希望在利兆天 危难之事 他能出面 一起给他精神上的鼓励 陆云二话没说 便赶往深圳与阿玉会合 而在路边等待的明智杰 初见陆云 就被他深深的吸引 待他们与明姐会合后 他们查到绑匪的门 藏身于洗衣中心 便与明姐兵分两屋 夹扮成员工前去救人 在警方还有明姐的 邻居等人的配合下 他们顺利救出了利兆天 当利兆天被抬出来时 看到心爱的陆云又惊又喜 深受重伤的他竟忘了疼痛 此时明姐也身负重伤 被抬了出来 他首先关心的是利兆天的安危 利兆天深受感动 便主动伸手过去拉住 他说自己没事让他放心 并感激他救了自己 这是我儿子 大家自己认识 他应该救你的 而阿玉也因为救了利兆天 在大富豪的帮助下 终于顺利拿到通行证 终于结束了 开出租车的职业生涯 一想到可以去繁华的香港 高兴得合不拢嘴 算命的说我命很硬 就算盒子弹也炸不死我 这次我能够平安无事 要是他说的是真的 男哥生意做得这么大 小心出大招工啊 我怕下一个就轮到你 注意看 牵一富豪利兆天被绑架的新闻 迅速占据各大报纸头条 马兽男也不安好心地 来医院探浪正在聊天的利兆天 他怎么都没料到 利兆天早有准备 提前找来一大批记者采访自己 想借机宣传一下自己的光辉形象 利兆天宣称 他会将其中一亿五千万 帮助失业超过半年的人 剩下的一半他会帮助未来的主人 问成立一个利兆教育基金 这代表我利兆天很有诚意 要跟贫苦大众共度难关 记住 今天会更好 这一顿糟操作连毛说难度 被他带进节奏不尽鼓掌 反应过来后再次被气得当场 黑脸走人 还跟手下抱怨利兆天的城府深不可责 而回到病房的阿玉 一直在叹息 他不懂利兆天的拥有 你爱什么 有话就说 我替你心疼啊 三亿啊 不是三块啊 我今天送出三亿 我一定有办法赚三十亿回来 傻瓜 不得不佩服利兆天的商机嗅觉敏锐 他宣布这件事情才短短几个小时 全世界上网的人都在讨论这件事情 阿玉却回对他 那是因为大家都在讨论 哪个傻瓜嫌简估 老实告诉你 这招叫反叛为甚化 为机会转机 你可不管我跟谁做生意 有谁敢不给我面子 花银刚落利兆天就接到 另一个商界声明显赫的大佬 董先生的电话 因为他捐款的事项莫名而来 主动找他合作生意 哪个董先生找你啊 香港有哪个姓懂得 我会跟他说话这么客气 你又有脑子吧 所以俗话说的对呀 有钱人是鬼推磨 有钱就是老大 利兆天前一秒 还在为自己的成绩而骄傲 下一秒又想到再多的钱 都买不到陆云的心 又感到很失落 利兆天因捐款的事情 名声大噪 在香港都引起轰动 这时陆雪一回到家中 就问姐姐陆云 这不知道利兆天的事情 可陆云却告诫他 以后在家不能提利兆天 这三个字 并说如果再提就要生气了 可陆雪却依依不聊地缠着他说 利兆天这次真的很不一样 觉得陆云对他有太大偏见 但是他真的没有你说这么坏嘛 对 他是真的很聪明 他用三意收买了全世界人的心 包括你 我觉得你应该再多给他一次机会 你知不知道啊 有些人你不能给他一次机会的 就算给他半次机会都嫌多 你这么有个性 怪不得我爱你 直接一定可以证明你是错的 Winnie 拜拜 话完电话 利兆天还信心满满地跟阿玉说 陆云这次肯打电话来 这场心理弹他已经赢了八成 而剩下的两成一成是百平陆云现在的律师男友 还有他的好妹妹阿雪 阿玉也觉得很有道理 一个劲点头 两人正在闲聊着 陆云突然来医院看他 这时陆云拿出带来一瓶利兆天喜欢喝的酒送给他 最了解我的还是你 出院之后呢 我一定会多抽点时间陪你 陆云却距他于千里之外 解释自己这次前来 只是出于朋友的立场 他并没有想过要回头 我可以保证 我们一定会有一个新的开始 我一定不会再碰其他女 你凭什么保证啊 我不觉得我有这么大的本事 让你为了我这棵树 放弃整座森林 我相信你也知道这是我们分手的主要原因之一 对对 首先我要跟你说对不起 爱你第一天上班这么狼狈 哦 没关系 反过来我应该要谢谢老板这么关照我才对 哎 不要说关照 一个人有本事不用关照 相反如果没本事听我老子会不理 哦 是 我会努力工作呢 你还记得这个在港局返派 能排进前三的明智杰吗 他出身贫寒 靠着在绑架事件中 救了千亿富豪利兆天 终于来到繁华的香港 从小被母亲明姐寄居在乡下长大的 他出来炸倒 对一切充满期待 可下车的一刹那 还是露出一丝失望 显然眼前破破烂烂的景象 跟他想象中的繁华大多是有点差距 这时小龙叫他赶紧上去 明姐在楼上等他 某子相认的这一幕 让街坊邻居都感动不已 我明智杰今天来到香港 一定要大展圈角 助人投定 我明智杰以后要开贝斯 不开机缠车 以后我明智杰要是能过好日子 绝对不会忘记你们 干杯 来 而另一边情长失忆的立兆天 在商场却春风得意 正在为四海集团旗下公司重组 召开新闻发布会 被记者追问接受对方证券公司 倒闭抵抵押知识是否知情 底气十足的立兆天 对一些犀利的提问也是对答如流 明姐在家中把立兆天 被采访的视频录了下来 拿去给好姐妹丽夫人一同分享 两个自恋的女人 看着镜头里帅气逼人的立兆天 赞不绝口 兆天长得像他爸爸 阿姐一定是像你了 是啊 知情打理的立夫人知道 明姐的小儿子阿姐也来到香港 便让她带回家中做客 并主动提出了阿姐去立兆天的公司工作 明姐很高兴 而这时的阿姐正跟高中同学陆雪聚会 陆雪对几年未见的老同学很是热情 还把她带进自己的圈子 希望阿姐能在陌生的城市能多认识点朋友 这是阿雪的姐姐陆云 刚好开车过来接她回家 阿姐再次看到自己的心动女神 激动的语无伦次 陆雪姐妹顺道把她送回家门口 阿姐下车后与他们道谢告别后 独自在路上徘徊许久 也许是为没找到工作发愁 也许是为跟陆云相差悬殊的条件而自卑 但回到家中 当明姐把让她去立兆天公司上班的事告诉她 高兴的她立马把烦恼抛之脑后 此日 换上西装革履的阿姐 让明姐都直呼帅气 她信心满满的去到四海集团 但被前台告知并没有接到招品信任的通知 阿姐正一脸猛逼的时候 阿宇看到了她 热情走过来跟她打招呼 阿宇把她带去立兆天的办公室 她看着眼前比篮球场还大的办公室 被这气派的景象惊呆了 一心想挤进上层社会的 她想着只要在这努力拼搏 一定可以实现自己的目标 可现实是残酷的 成功人是哪是那么容易就能成的呢 立兆天并没有因为她是救命人人 就给她特殊观照 而且给她安排了一个 跟杂工差不多的物资管理主任 明知解决能力被低估 心中很不适滋味 可当她来到自己办公室时 刚好听到同事们没在一起奚落她 嘲笑她是乡本郎 说难怪她看上去吐离吐气 麻烦你借挂 坐电梯时 这些同事故意欺负她 不让她上电梯 看着眼前 这群原住民骑士外点拿捷 虽然很委屈 但想着这份工作来之不易 她不想失去 也只能忍气吞声 现在是1999年3月27号 我还是个打杂的 什么时候才能像栗兆天 这么有钱 这么有权啊 也正是阿杰的这番野心 为她热喉的黑话 埋下了伏笔 就算你心里有很多男朋友 甚至你已经嫁人了 我可以告诉你 这个世界上除了我利兆天之外 没有人可以跟你真正的幸福 那口头才什么时候改了 你以前一向都说 你一天没结婚 我就有权利追你 现在更狠了 连嫁了你都不放过我 霸道总裁利兆天追心爱的女人 也是一套一套的 上次是邮轮 这次居然登报是爱 整个版面都是蓝天 把人家一手绕马的打游师 抬头是鱼 若款是永远爱你的天 可陆云却觉得 利兆天此举很无聊也很幼稚 可妹妹阿雪却觉得 利兆天这样做既浪漫又很有心意 利兆天这个人最会红女孩子了 被她玩过的女人 你跟我两双手加起来都还不够数呢 可是陆云却觉得 越会红女人的男人越不能信 他就是曾经吃过亏 受过伤害 所以以后他都不会再吃这一套 并告诫妹妹要提防利兆天 远离他免得受到伤害 阿雪拿着这首诗看了很久 他羡慕沉思 他心中浪漫专情的利兆天 跟万人眼力花心的利兆天 究竟哪个才是真正的他们 而那边的利兆天 也看到了这一份报纸 看着这个杰作 他面带微笑 看上去很满意 实则这首是 爱信师助手阿玉自作主张 以利兆天的名义 在报纸上刊登的 他还以为这样会得到老板的嘉奖 结果利兆天不但不夸他 还很生气 对他一顿拳打脚踢 以往发泄完他会算进工资里 而这次他说打了也不会给钱 而正是这一份报纸 也引来旁人的嫉妒 陆云的服装店 就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借以买衣服之名 故意刁难陆云 衣服失了一件又一件 陆云忙活了半天招待他 却一件都没看上 让你这么久 礼貌上也要挑几店才行啊 要不然的话 斯蒂芬会骂我的 陆云知道他是故意捣乱 也不再忍让 拿出老板的势态 赶他出去并放眼以后 店里的衣服不会卖给他 让他不要再来 而这一幕刚好被路过的明智杰看到 这个一穷二白的穷小子 这次来找陆云的目的 是为了跟他表白 也许是梁静武给了他勇气 刚来香港没几天 敬案跟自己的老板 大富豪利兆天抢女朋友 抢的还不是一般的女人士 超级名模 你信不信缘分 信啊 不论我也相信有缘无分 除了主观的感觉之外 也有些客观的条件吧 我知道我现在配不上 但是请你给我一点时间 我一定可以提示到你的层次 做你那个世界的人 陆云无约而止 来到餐厅与立兆天共进满餐 立兆天还是这么出手阔处 为了不受其他人的打扰 他直接包了这个餐厅 他还跟陆云说 自从上次被绑架后改变了很多 他现在很想组建一个家庭 而陆云就是那个家的女主人 谢谢啊 我无福消失了 他还拿出他们交往这五年的所有照片 做成一本影机 在每一张合照胖胖 都用心地写上一句话来寄托自己的私密 而同样说要给陆云幸福的穷小子 明智杰还在四海集团当杂工小弟 每天做的事情不是灯管坏了要他找人修 印刷只不够让他采购这样的小事 连搞卫生的阿婆摔坏了两个杯子 都来使唤他去买 此时的阿姐还任劳任劳地做着这些杂事 直到有一天 他无意发现资料上映的拆新计划上 赫然写着自己家的地址 于是马上向立兆添毛遂自建 我知道公司还有三间房子没有收购到 其中一间房子的业主是我们 另外两家人我也跟他们很熟 如果李先生让我去说的话 我相信一定会容易得多了 收购的事呢 已经有人帮我再做了 暂时不需要你帮忙 这里有三千块钱 送了私人给你 就当做报道女上次进我的县 这种 我跟你过不相欠 李赵天 你今天把我从四海赶出去 我迟早有一天会赢回来 这个被老板炒犹 还敢跟老板叫嚣的男人来 公司才不到一个月 虽然靠关系进了公司 但一直不受重用 在离职之前阿杰已经心存不满 而刚好邻居鸡哥的大儿子阿虎 是马兽男的得力干家 便将怀财不育的阿杰 引荐给了马兽男 并泄露李赵天公司机密给他 当场就获得了一笔不菲的报酬 马兽男对这个年轻人赞赏有加 让他留在四海集团继续盗取李赵天 关于妙杰项目的信息 把阿杰拿到这笔钱 首先阿虎陪同他去买了一套几万块的高级西装 焕然一新的阿杰 立马信息满满的对陆云 再次展开追求 可自不量力的他毫无悬念再次悲剧 其实现在穿西装不流行扣扣子 没问题 我是认真的 从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 你不要再说了 我有点害怕 而且有点肉麻 各种身在曹迎新在汉的日子没过多久 在金钱跟权力的诱惑下 胆大包天的阿杰 偷偷溜进李赵天办公室 偷走了资料 他在赶往马绍南设的饭局时 刚好碰到了一个顶着爆炸头的女人 因作敌是忘记带钱包 正跟路人四处借钱 你们搞错啊 这些人真冷漠 才一百块不用上警察局吧 我帮他付 当阿杰开门时这才发现 刚刚在楼下帮助的人 正是马绍南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宝贝女儿阿凯 马绍南因此对阿杰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阿杰顺便献上自己盗取的资料当见面 这时庙街的几个邻居也盗取了 马绍南直接进主题 对利兆天进行了批斗 明姐受不了别人说自己儿子的不是 一直与他理论 明明是要为自己的房子谋福利 可明姐却一直帮收购方讲话 让大家都无法理解 准备开餐是明姐丝毫不给面子扬茶而去 次日阿杰上班时 被利兆天叫到了办公室一顿训话 你昨天是不是去找了一个不该找的人 此时的阿杰心里慌了一批 他以为自己找马绍南的是穿帮 抄不抄 我不得收学家 那不是得了吗 你永远比不上我的 你这谁都有所谓 这无你 勇气可嘉 明智杰此时心里并不夫妻 但面子跟马绍南那边给了好几倍工资的报酬 相比一文不值 备受屈弱的汤 不得不向利益低头 继续当墙头草 马绍南刚回国的女儿 阿凯虽然是名副其实的富家女 但她为人低调待人善良热情 就凭这些足以让阿虎对她倾断 但因为家庭相差悬殊 阿虎也只能放在心里不敢追求 阿凯特来到他庙街的家中做客 热音乐的他见阿虎的房间有许多音乐CD 就随着音乐疯狂摇摆下来 阿虎下楼去埋营了 正在这时房子突然起火 一时间大家纷纷逃出大厂 可是阿凯特却过于投入并未察觉 从下班回家的明智杰 看见家里失火 以为母亲明智被困在房里 并奋不顾身地冲进火场 无意间救下了惊慌失措的阿凯特 阿凯特紧紧地抱着她 从这一刻开始 她已经深深地爱上了明智杰 两人即将展开一段孽人 四日四海集团的同事 都在为明智杰家里失火的事情幸灾乐祸 去拿资料时 无意间从阿姐抽屉发现那份 从利兆天办公室偷来的文件 利兆天得知她就是背叛自己 给马绍南通风报信的那鬼 气得当场开除她 面对明智杰的再三狡辩 利兆天直接甩出她追陆云的证据 原来她早就派人24小时监视陆云的动向 并拍下阿姐追求陆云的过程 接下来一场亲兄弟的明争案 斗到戏马 就此拉开许莫 追 放手 你所说的确实谎话 你表面上装处人败女精神 其实你是个人杖 你是什么 你让我住手 自己找天呐 冲冠一怒为红年 这个千亿富豪为了心爱的女人和尹志平这个败物 甘家干到永世的消息 成了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 所有古坛狙击手支撑的利兆天 成了重视之地 在大众眼里沦为一个整天为女人争锋吃醋的公子哥 之所以会发生这些事情 只因利兆天激发了陆云律师男友的真面目 解救了差点人才两空的陆云 陆云在感情上过于执着 他总觉得外表斯文的尹志平 比帅气多金的利兆天可靠得多 却被眼前的斯文败了尹志平片的团团转 为了掏空他的家庭 尹志平挖空心思利用女人对孩子的爱心 便带着自己女儿去博取陆云的同情 他颠倒是非黑白 把抛弃气质的自己塑造成一个悲惨男人 同时诋毁前妻是一个贪婪患有抑郁症的恶毒女人 并声称自己被前妻敲诈 就这样了 尹志平三言两语就获得了陆云的信任 善良的他甚至提前适应给人当后妈的感觉 可只包不住火 很快尹志平的前妻苏珊娜找到陆云 他要揭穿人面兽心的尹志平的证明 这个伪君子在前妻刚怀孕时 就怂恿他把父亲留下的房产过活到自己影响 接着就把房子卖的人也跟着消失了 再次出现已经是孩子出生了 卑鄙的他竟把亲生女儿举过头顶左右摇晃 小卑鄙被吓得嚎啕大哭 他也不为所动 妻子拼命地坐牢 却被他用力推倒 这个铁石心肠的男人的这些操作 只是为了让前妻与自己离婚 因为她傍上一个 可以给自己开律所的富婆 苏珊娜为了女儿的安危 她放弃一些财产 答应签字离婚 消停一段时间 尹志平再次披上他那张帅气斯文的人皮 把目标锁定在名模陆云身上 幸好陆云身边有把总理赵天的守护才免遭毒手 但陆云一想到这些遭遇 他一晚上都没水 在沙发上坐到天亮 心灰意冷的他 甚至想到未婚妈妈 人工受经验 别闹了 都不知道那些是什么样的男人 什么样的男人不重要 你可以选择的 最重要的是生出来的孩子是自己的 我现在的男人已经完全失去信心了 李晓天啊 李晓天不错啊 起码他对你够经验够好啊 就拿他君女来说吧 简直是有不屈不难经常 你什么时候变成他经纪人了 你太容易被他碎了 难道说你可以接受 让我说你找别的女人 可以啊 只要我没有看到 他也不告诉我们这朋友 但就应该也要介绍他的缺席 很好 简直是一篇甘雨孔凡的女人宣言嘛 而另一边的苏珊呢 不但当面揭穿了这个伪君子的真年 还在多家报纸杂志上接受采访 报道了尹志平的所作所为 让他身摆名利 李晓天看着这个满意的结果很开心 他给了苏珊了一大笔钱 足够他们母女俩去国外过一世无忧的生活 而陆云却因此事受到了亏扰 家门口整天蹲满了狗仔队 甩都甩不掉 他给李晓天打了电话 除了感谢他让自己认清 也不忘提醒李晓天 就算现在他恢复单身 但也不会回到他身边 让他死心 如果你认为我这么做的目的 是希望你回到我身边 那你实在太不了解我李晓天 虽然表面没什么 但李晓天被入人的这番话扎心 一个人喝得鸣顶大醉不显人事 李太太很担心 他从没见过自己儿子 喝成这样还是为了一个女人 他要女人的话 开个口 一堆女人送上门 我这么明白 为什么他对威力这么刺激 我李晓天要找一个人 怎么可能找一个星星都找不到 再多给我二次找去 一定能够找到他 二次要是可以买下 东京伦敦里面三个股市了 就算意外婆威也可以变成乞丐了 吃情的李晓天并没有气馁 第二天继续约陆云 在他们长选的餐厅吃饭 这次他还准备了求婚戒指 可陆云自从这些事情后 他不但不怜情 反而对李晓天越发的冷漠与抗拒 陆雪却很羡慕李晓天 为姐姐做了这么多疯狂的事 这是他向往的 轰轰烈烈的爱情 陆云不相信李晓天会一直在餐厅等 以为等一个小时就会走的 可是他低估了这个男人的毅力 干嘛 你想去看见他还在这啊 我才不像你这么铁匙心肠 如果有个男人可能这么对我 让我丢掉一点点的自尊 又有什么关系呢 陆云怎么都没想到 李晓天会等他等到餐厅打烊为止 正准备起身离开 却等来了他的妹妹阿雪 你果然还在这里哦 你怎么会到这儿来 我姐姐不相信你会在这里等他 他信不信无所谓 反正我在这儿等 我知道 所以我才会来 你们两姐们还真像啊 同样这么固执这么好胜 那你是不是喜欢这种类型的女人呢 你是个美女 说过含蓄一点比较好 我还没吃饭 你陪我吃饭 当然好 上菜 饭后他再次来到了陆云家楼下 我想见你 我先在你家楼下 你下来 我有话跟你说 我没话跟你说 我不想去 你要是不下来 我就不走 在电影 整整个晚上 这个不免疫 三个人都各怀心事 次日一大早 陆云驾车去上班 熬了一晚的立照天香追上去 却被陆云一脚游门冲了过去 回到电灯的陆雪 一直在担心外面淋雨的立照天 怎么 还在这边关心呢 你也想到他会在外面淋雨了 这种天气还在那里淋雨 知道自己傻了 喜欢一个人就是这么的傻 尤其是喜欢你 而陆云看似忙着工作 可做事紧小身为的他 竟把客户的衣服送出来 只是口是心非的他不肯承认罢了 他真的会在那边等你 那天晚上他的餐厅里真的等你 一个晚上就到餐厅打烊他才走 为什么你不相信他呢 就算他真的是在等我 那又怎么样 他不一定是真心的 他只不过是忍受不了一个女人离开他 跟别的男人在一起吧 就好像小朋友抢玩具一样 宁愿破坏他也不愿意借给别人玩 你懂不懂 为什么不肯再多累他一次机会 我给过他机会 是他自己的东西 当众云下班回去的时候 发现立照天冒着大雨在人地等他 你走吧 不要浪费时间了 我不觉得这是在浪费时间 我还是那句老话 我不会再回头了 以后我怎么样才敢相信我 你不要再说了 我跟其他女人不一样 那些女人只要一份礼物 或是一句话就可以死心塌地 但是我不是 我是要过很多女人 但是最后我会回到谁的身边 我自己最清楚 你跟其他女人不一样 我觉得我跟其他女人一样 到最后还是离开你 如果你你要拿自己 跟别的女人比较 我没有话可说 但是我要告诉你 我真的不是想玩一玩 我是认真的 看着眼前这个痴情男人的背影 陆云不但没有心软 反而让他有了想离开这里的念头 而他也没料到 接下来这个男人 汇发的风一样满世界找他 有其姐必有其妹 两个姐妹 真是各有千秋 不宁内一情 是属于成熟五妹 陆西在心呢 是属于青春冒美 距离陆云失踪已经超过四十八小时 可身家千亿的大富豪 立照天花重金 请了两组私家侦探 都没有找到他的下路 便只好请陆云的妹妹阿雪吃饭 希望在他这里能找到一些线索 而这是刚好碰到阿雪的模特同时陈丽 他一直喜欢围要在富豪身边捞好处 对立照天早已虎视眈眈 他误以为立照天在追求陆雪 心里羡慕嫉妒忌恨 第二天便迫不及待冒充陆云打电话给立照天 而好巧不巧刚好碰到立照天 找陆云找得心烦意乱 阿姨便提出了立照天整一下不识相的他 你很喜欢被叫玩吗 你真爱开玩笑 叫玩什么 你说啊 看如果能不能做到 你真的什么都肯玩 是啊 为了能捞到好处的陈丽 什么都能豁出去 起来 吃饭他 莫名其妙 这时阿姨进来告诉立照天 已经找到陆云了 把他轰出去 我以后不想再介绍他 面对陈丽的纠缠 阿玉便给了他一张名片 让他可以去四海集团旗下七家珠宝店 任意挑选一件首饰 这才打翻了这个贪心的女人 就这个吧 标价38万 打个八值不就30万了 帮我包起来 顺便帮我寄在立照天的账上 知道 陈丫姐 跟他唱了一部晚上的卡拉OK而已 他就送给我30万的首饰 你跟他关系这么密切 没有200万 至少又100万啊 对不对 阿玉为此事很生气 便找到立照天质问他 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我干嘛要解释呢 你要相信就相信 不相信我说什么也是多余的 有时候我真是不明白 你到底在想些什么 我不需要人家明白我在想什么 我这么有钱 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不在乎 我只在乎你姐姐对我的看法 就是这样一个嚣张跋扈的男人 不仅在感情上自信满满 在事业上更是霸气十足 面对因窃取机密文件 被他炒了犹豫的明智杰 尽管现在成为马寿南的左膀右臂 但立照天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 两人竞标同一块地都置在必备 而马寿南还给明智杰一个锦囊妙计 让他对付立照天要用激将法 将地价抬高 上限是9亿8千万 超过可以放弃 但一定要逼对手高价拍了那块地 不管今天四海集团出多少钱都好 我们金马国际 都要比他们多出三千万 三千万 面对明智杰的工人挑战立照天 也很沉得住心 我只在投标 你怎么站呢 一块地皮的针对市价 不只反映了香港的经济 它还涉及着市民本身的利益 如果随便盲目出价 最后只会把成本 转嫁到消费者的身上 那对我们的投资者 跟一般市民都没什么好处 光方回答问题的格局力风高响 8亿8千万 8亿8千万一次 8亿8千万两次 9亿千万 9亿千万 这已经均匀上限了 10亿 10亿上限了 不要再喊下了 20亿 我出20亿港币 最终俩人都没拍到这块地 被这个神秘女子截胡 李先生 不想下次投标还会被再进到你 下次我一定会来 不过不知道南哥还会不会相信你 你要记住 你跟我不一样 你只是个职员 我永远都是老板 你去年转 看你能转右转 你终于要结婚了 我也想不到能名正言顺当你姐夫 如果我告诉你 我有点嫉妒 有点不服气 还不死心 你会怎么样 到时候我跟你姐姐的孩子出生之后 如果生的是儿子 我想你一定会变心的 如果是这样 我一定会等 我这个人跟姐姐一样都很执着 而且还更加有耐心 冤家路窄的两个死对头 在一场慈善业再次相遇 男人还被迫合影 化身假笑男孩 正在这时一个人的身影 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失踪多日的超模路云终于显身 可还是被明智杰杰族先登 优先邀请陆云跳舞 此时处了利兆天 还有一个人醋意大方 她就是马兽男的女儿阿凯 她现在已经跟明智杰在交往了 看着满眼都是陆云的明智杰 她愤怒地走过去 终止了这场暧昧的舞曲 利兆天终于找到与陆云说话的机会 她想送陆云回去 可陆云为了其他 竟主动提出让明智杰送她回去 我可不可以要一个告白kiss OK 而这一幕也刚好被爸总利兆天看到 经过这么一闻 自作多情的明智杰趁着答题 找到陆云再次表白 对不起 我让你误会了 回到家中的陆云得知母亲要举行婚礼 姐妹俩火急火燎地赶回上海 刚开始陆云接受不了自己的母亲 嫁给一个小几十岁的男人 但经过几日的相处与了解 看到母亲过得如此幸福 也不忍拆散他们 便默许了这场婚礼 而在婚礼这天利兆天也不幸自来 为未来丈母娘献上祝福 而此时利兆天却告诉陆云一个惊天秘密 原来他消失的这几天 去国外做试管婴儿的事情 利兆天早就知道 我去找帮你动手术的医生 我给了他一大米钱 我叫他帮我做了一件事 这个孩子的爸爸呢 就是我 你说话 我没有说话 你肚子里的孩子 是我跟你的 我女 利兆天求陆云给他一个机会 让他证明自己是一个负责任的好丈夫 并承诺会照顾陆云跟杜丽的孩子一辈子 可陆云还是狠心的离去没有回头 这是爸总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真挚热烈的爱 男人在众人的祝福下天旋地转 当同样来到上海找陆云的明智姐赶来时 还是晚了一步 看着心爱的人在边怀里笑 失魂落魄的明智姐心怒刀割 你以为他会就此做爸骂 回到香港后的他被马绍男骂的狗血淋头 原来是他为了找陆云丢下手里的工作 导致公司损失了一个大客户 终于让我取到一个这么漂亮的来源 你别那么肯定哦 我一天没签字就有权力不嫁给你 我也说过 我一定不会放弃 魏宁 我常在想 如果我可以早点去找你的话 你看到人不会是李兆天 是我 结果也一样 因为你不是李兆天 我跟他曾经分手 现在又在一起 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现在我知道 原来肚子里的孩子也是他的 我想这样你应该说得心服口服了 从头到尾 我还是只爱斯蒂文一个人 就算你先出现 也一样 面对工作和失恋的双重打击 醉酒熏心的明智姐 来到立府门口 等李兆天一回来就跟他发生争执 兄弟俩为了一个女人闹到水火不容 明智姐失去了理智 此时他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世 怒火光心的他只想一枪击毙立兆天 在明姐跟立夫人的劝阻下 才没有酿成悲剧 但惊吓过度的立夫人晕了过去 立兆天原本想报警 让明智姐把牢底做穿 可是知道两人是亲兄弟的立夫人 拼命地央求儿子放过他 孝顺的立兆天为了母亲的身体 他只好作罢 可是 就在他和陆云拍婚纱照的这天立兆天 却再一次被一伙人围堵 强行绑架 而这伙人正是上次绑架他的那几个亡命徒 面对歹徒的敲诈 立兆天突然起了一个念头 我们谈你交 我先付你一意 事成之后 我再多加三眼 忙忙解决一个人 你的眼睛弄成这样 难道你忘了是谁害的吗 听说阿杰 阿杰不会做这种事情 不会的 正当大家都替立兆天的安危担心之时 立兆天竟能毫发无损的回来 并让陆云放心 改天再补拍婚纱照 很快就到了两人举行婚礼的日子 陆家嫁女儿 陆妈妈也特意从上海赶来为大女儿操持婚礼一切事物 亲子贴血 还找来陆云的姑姑 为她用老家的习俗梳头弄发剂 看着自己的大女儿 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心理 陆妈妈也一脸的心理 并说如果她的妹妹阿杰也能嫁人 她就能真真正正的放心 以妹妹陆雪为代表的伴娘团 给未来姐夫也是设了不少门槛 让她在整层楼的二十几户人 那拿到祝福签名才看放她进去 立兆天在丈母娘的帮助下顺利闯关 见到如此美丽动人的陆云 在众人的起哄中吻了一下她 沉浸在甜蜜中 随后他们来到教堂 在所有人的祝福下 美丽的新娘缓缓走来 明末优雅的风姿惊艳众人 立兆天深情地看着她心爱的女人熏绪 这对郎才女貌的有情人终成眷属 可刚交换完戒指准备亲尾时 执迷不误的明智杰 却赶来大脑婚礼现场 你给你自己一次机会 你不可以这样对我 你这不是这样对我 你对我很好 你一定会后悔 在婚宴时 立兆天给那帮匪徒去了一个电话 质问他们明智杰为什么还活着 并让他们收了钱 就要把他交代的事情办好 而明智杰也因去大脑婚礼 与死神擦肩而过 逃过一劫 因为绑匪们来到他家里扑空 便布置了一场瓦斯爆炸的陷阱 等明智杰回到家时 宁之神再次眷顾了他 刚想开门 却转身有了轻声的想法 走上顶楼的天台 然后给心爱的陆云打电话 而这时立兆天跟 丽夫人也闻讯赶来 不甘心失去陆云的明智杰 以此要挟让陆云回到自己身边 眼尖阿姐真的要跳下去 丽夫人情急之下 说出了他们是秦兄弟的真相 并告诉他们明智 才是他们的亲生母亲 他也不公平了 他也出生就什么都有 他天生就是有钱 我天生就是穷鬼 如果我们是同营麻生的 为什么命不好的人是我 为什么 势不两立的明智杰和立兆天 都无法接受是亲兄弟的事实 明智杰更是接受不了命运的服供 失去理智的他正想纵身意欲 却被身后的一拳紧紧地拉住 明智更是爬上护栏紧紧地抱住 立兆天担心他们的安危 也爬上去想让明智放手 这时丧心病狂的明智杰 突然转身抱着立兆天 想同过于禁一起跳了下去 从高楼坠下的兄弟俩所行的是 掉在早已准备好的气垫上 两人都捡回一条命 也只是受了一点轻伤 孝顺的立兆天醒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看母亲立夫人 立夫人苦口婆心的全书 立兆天依然不能接受 阿杰是自己亲兄弟的事实 而陆云为此事因自己而起倍感溃脚 想为明智杰做点事情弥补影响 于是主动开车送明姐回去拿阿杰的换洗物 命就是如此的捉弄人 原本是明姐上去的 但善解人意的陆云 考虑明姐在医院忙活一天一定很累 便提出上楼帮明智杰取东西 让明姐在车上休息一下 可刚一进门 明姐想提醒她记得拿热水壶 结果电话一下 陆云被布置好的瓦斯漏气 当场炸得粉身碎骨 而在医院疯狂找陆云 拨打她电话的立兆天 还不知道此事 当阿玉告诉她时 她都不愿相信 直到看到刚从停时间出来的陆讯 姐夫 立兆天冲进去看到 面目全飞躺在冰柜里 心爱的陆云时 全身冰冷的悲痛欲绝 搀扶着缓缓走出来时 才反应过来瞬间崩溃 这只戒指 是他们在姐姐身上找到的 唯一完整的东西 看着陆云留下的婚戒 立兆天更是气不成声 这时明智杰也接到恶好 赶来想见陆云一面 却被立兆天揍了一顿 立兆天歇斯底里斥责都是明智杰 害死了自己的爱情 而这是绑匪的一通电话 却让她仿佛坠了冰角般 浑身颤抖 原来她一生最爱的女人 竟阴差阳错地被自己害死 随后几天 立兆天把自己放锁在房里 过得暗无天日的生活 摊在昏床上看着两人甜蜜的昏着 往事一默默涌上心头 她沉浸在失去挚的悲痛中 无法自拔 哪怕阿玉告诉她 现在四海集团危机四伏 有人开始大肆收购四海的股份 她也不闻不问 四海集团召开股东大会 立兆天也拘捕出息 股价一路狂减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很快 立兆天私自动用公司资金投入基金的事 被证监会查到并传账问话 刚从证监会出来 就被马绍南早阳台的大批记者围堵采访 而一直在医院住院的丽夫人 对家里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 怕她身体扛不住 善意地骗她立兆天 带着陆云去国外度密了 没那么快回来看她 可时间长了 只始终包不住 丽夫人无意间从电视上 得知儿子公司出事拥了过去 这次被医生告知 她的胺细胞已经扩散 明杰跟阿玉还想继续演完她 可丽夫人却一直追问 他们陆云为什么不来看自己 他已经死了 他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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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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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发现这么多神 妈都不在你身边 儿子 你心里一定很苦 不要这么说 对不起 妈 是我不对 是我好好 为什么 妈 为你 曾经在商界呼风唤雨的一晚服务 现在才真正体会到 什么叫强倒众人推 久违露面的她一回到公司 就面临股东吹斩 要她把投入基金会的钱还给他们 而这是阿玉接到一个消息 由晴天霹雳 四海集团即将面临停牌 这时所有的股东都坐不住 为了自身利益都不愿再投钱去拯救公司 走投无路的立照天 只好翻开电话本 第三下四气求过去那些称兄道弟的朋友 却没有一个人肯站出来帮她 个个都避而远之 你疯狂了什么 看你突然跑来跪在你面前帮你提些 什么事 尽管这条菜下来还怕菜不死你 立照天一想到这些事情 跟阿雪吃饭时一点胃口也没有 你现在吃的比我还要少 怎么撑下去了 或许这次我立照天真撑不住 如果姐姐她权下有知 她冷心的这个样子 她都会很失望 阿雪为了让立照天重新振作起来 说了很多鼓励她的话 你说得对 可接下来在结账时却很尴尬 服务员告诉立照天 她的卡已经被停刷不出来了 这时所有人都注视着她掏出险金 我立照天不会这么容易就完蛋 而立边一心想飞黄腾达的明智杰 不但成功向马绍男女儿求婚 从左膀右臂摇身衣变成了准女婿 野心勃勃的她还趁机大肆收购四海的股份 跑到立照天办公室跟她炫耀 更过分的是 立照天连董事长的专车作家 都被明智杰占为基因 还不忘递上自己的新名片 并扬言等立照天吃牢饭的时候 并是她搬进立家大业的时候 你要让我有翻身的机会 要不然我东山再起就会后悔 好 立照天就是立照天 到这个时候还这么拽 那我们就看看谁先崴死谁 要不要送你 此时一无所有的立照天 不但濒临破产 还因挪用公款年龄被拘留 但她都独自承受这些事 你真的受了好多 我 我为娘啊 去医院看母亲丽夫人时 只字未提 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让人心疼 回到即将博视自己的家住 立照天再次陷入自比 她在内心深处跟心爱的陆云 诉说自己的心声 她从不后悔自己做过的事情 可这次她真的悔不当初 为了得到一些不该得到的她 反而失去更多 可再多的忏悔 也挽救不回陆云的生命 此时的阿雪跟阿玉看着 躺在沙发上 抱着酒瓶的立照天 如此颓废心疼不已 都在劝她振作响 人在失忆的时候 总想赶走身边最亲近的人 而这时警方也拿到拘捕令 把她带走 而此时的立夫人知道了 儿子发生了一切 心急之下病情加重被进行抢救 明姐 阿雪和阿玉为了能让立照天 见到母亲最后一命 四处筹集一千万保释费 明姐的邻居机构也掏出所有家底 还四处找出人借钱 忠心耿耿的阿玉 不惜为她借高利盗 可当大家千辛万苦 把费用凑齐之时 意外再次发生 在立照天被保释出来 赶往医院的时候 半路被那伙没有收到 尾款的匪徒 再次拦截绑走 可这一次 已经破产的立照天 却再也拿不出钱 来收买这些穷凶极恶的亡名图了 明姐跟阿雪在医院 焦急地等待立照天的出现 他们为了立夫人 能撑住那口气 让她一起数到十立照天 就会出现 可是才数到七的时候 老太太就已经归心了 她真的要死掉了 她是真的死了 你才死了 你才死了 我没有死了 那怎么办 她没有儿子帮她送中 怎么办 你帮我找她 你帮我找她 少爷怎么了 赵天怎么了 这是我见过最惨的男人 从一晚浮工一夜间倾家荡产 至爱的妻子母亲相继离世 自己又被同一伙匪徒绑票三次 没钱交属今年母亲最后一面都没见到 每天被绑匪们折磨到几乎崩溃 每隔一小时就打她一次 立照天强烈的求生意 让她抓住了一个机会 她坦言自己现在拿不出三亿 但只要她肯放了自己 她愿意撕下给他三千万 那个小弟一开始还故作姿态 把立照天暴揍一顿 并说自己不会背叛老大 可经过仔细盘算 知道老大分给他的钱 才不到三千万的零头 转身又回来偷偷带走了立照天 激紧的立照天抓住机会偷袭他 历经千辛万苦逃出来的他 躲在臭气熏天的猪卷 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的他 为了有力气逃命 强人这恶心 既不择使得他旁弃诸实拼命往嘴里散 曾经叱咤风云的香港十大富豪 为了活下来却沦落至此 他一路颠派流离逃到火车站 可因没钱买票只能逃票 不会那么巧吧 查票 再让我抓到 先打你一个的送你去高外局 为了能买一张回家的车票 立照天部队跟随一个好心的民工 来到山上做苦工 从小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富家少赢 哪干得了这种粗活 狮子未沾阳春水的他 双手很快就被磨得全是血泡 为了能见到母亲李夫人 他只能硬着头皮坚持下去 喂 做事没做那么多 吃饭的吃那么多 快走 走开 我走啊你 吃饭时有几个小混混 见他浑身是伤 知道他好欺负 便抢走了他手中才吃了几口的饭 虎落平洋被拳欺 还好那个好心的的公养 愿意把自己的饭分塌一百 自于那群混混得存仅值 直接往立照天的饭碗里扔沙事 累了一天的立照天 委屈地哭了出来 好不容易熬到发工资的那天 所有人都排队领钱 可等他出来时车早已开走 任凭他怎么追汗都无事一步就是不停 现在就连天都要欺负他 此时下起了倾盆大雨 立照天把所有不幸的遭遇都发泄出来 顽强的毅力终究支撑不了太久 很快他便晕倒在路边 被村民石哥救下带回家中 这对淳朴的农村夫妇 让立照天挑衍好身体再回去 看着这充满烟火气的一大家子 立照天也放松钱 饿坏了的他看着一桌子家常菜大口吃了钱 下一秒意识到自己这样有些失礼 便不好意思停了下来 他在陌生城市第一次感受到人间的温暖 但他急着赶回去看立非 一大早 诚哥一家送立照天到村口 依不舍得倒逼 快到时间 诚哥便骑车送他去火车站 这次我能解回一条命全靠人来 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这是立照天长这么大 第一次感受到什么是人情 我从来没有这么忠心去感谢一个人 又是你 想坐霸王车 你不要以为过了几天我就不认得你了 过来下车 肥婆 我也认得你 你看看就好 千万别弄揍了 我很辛苦赚钱再买来的 有票走 说嘛 回去后我要向光把它表起来 我连你身边那只狗都抢过来了 你不不不 不过我告诉你 你要讨饭也不要到我的家门口 因为我一毛钱都不会施着给你 这个从乡下来香港打工的明智街 摇身一变成了四海集团的董事长 那些曾经讥讽嘲笑过他的同事做梦都没想到 这个不起眼的穷小伙 会成为自己的新老板 这群势力眼都闻风丧胆 排成长队迎接他的到来 可谓一招天子一仇臣 大家都提心吊胆 担心这个被他们歧视过的乡巴佬 会报复他们 不过你们不用怕 除了你们的老板变了之外 其他一切照旧 一听到自己工作保住了 这些小员工都暗自庆幸 和他们太低估明智街了 他连亲大哥都不放过的又怎么会放过这些旁人呢 有仇必报的他 要让这群势力眼在他眼皮底下 每天看他的脸色度日 这天陆雪过来找明智街 他不禁感慨明智街发生的变化 半年之前 你还为了我姐姐嫁人跑去跳楼 半年之后 你已经是另外一个女人的老公了 人死了哭也哭不回来 你一边靠自己能力买到火车票 回到深圳的立照天 那张车票已花光他仅有的三十元 到了市区 却连打电话的钱都没有 幸好遇到明智街在深圳时的前女友小敏 上次在深圳绑架的时候见过一次 他眼就认出了他 还帮他联系阿玉来接他 明智街听到阿玉告诉他 这个消息也激动不已 正准备跟阿玉一起去接他的大儿子 可是这一切刚好 却被刚过门的儿媳妇阿塔都听到了 为了讨好老公 便把立照天被找到的消息 告诉了明智街 正准备出发的阿玉和明智 被他拦了下来 不会那么小气 怎么说他都是我的亲生大哥 你不用担心 我跟阿玉去就行 你的听觉这么灵敏啊 你是为了属蝙蝠的 我无意中听到的 一路上明智街开始收满人心 不停地给阿玉开出诱人的调节 那十万块你先拿去 不说不给面子 人总要向现实低头的 有人想死 我没有理由陪着他 谢谢 这就对了 一起不能当饭吃嘛 望远玉川的立照天 焦急地等待着阿玉的到来 却等来的是跟他势不两立的明智街 小人得志的的明智街 仗着自己现在有权有势 故意想修一下立照天 也顺便来看一下 曾经不可一世的亲大哥 沦落到这幅倒霉样 可立照天并不在乎 他在乎的是自己最先人的阿玉 为什么会跟明智街在一起 阿玉都不敢直视他的眼睛 你也知道 我也要吃饭的 而且我三个月没交代款了 对不起 我明白 但是我怎么也想不到 你居然会跟明智街 一只狗如果没饭吃 当然要再找一个主人对不对 阿玉 你不是说他以前心情不好的时候 就会打你出气吗 现在我给你一个机会打回去 以前立照天 打完我之后 他都会给我几万块钱当医药费 你打完他以后 这一钱就是你的 我只是个金牌马屁金 我没有理由对任何人忠诚 我只会对钱忠诚 要不然这样 打完你之后 我分一半给你好不好 李正杰 老早就想打你 你让我做你的跟班 简直是妄想 你不搞清楚 立照天是我什么人 我告诉你 他不但是我的老板 还是我老同学 老朋友 把你的套钱拿回去 赶快去看医生 王八战 虽然不是这么名贵 不过战时可以戴的 这支表还不算贵 我不能戴这种名贵的表 我已经全部破产了 三百五百通通都有 仿泰真像 傻瓜才会买 冒牌货 这样子好像立脚天 再戴战时名表 简直一模一样 我还是买这种三十块钱 以前总觉得有钱有地位 就能代表拥有幸福跟快乐的霸总 立照天 如今贵岛在连最后一面都没见到的母亲目前败尽 却充满无尽的忏悔与遗憾 有钱也买不回母亲和妻子的生意 除了经历人生的大气大怒外 她在相摧获救世 那户好信人家的老大爷的一番话 也彻底点醒了她 改变了她的人生 同父同母的亲兄弟 如今身份却来了个大转换 曾经呼风唤雨住着海景别墅的大富豪立照天 现在却铺着行李箱 搬进了明智杰层跟明杰住过的庙街贫民窟的老房子 邻居几个小林都很热情地帮她搬东西 整理房间 明杰对这个没有吓人的儿子很上心 不仅给劫后余生的她红包 祝她以后都能顺顺利利 怕她记不住家里的电话 便在冰箱上贴上了号码 甚至还为她买好了生活用品 她所做的一切立照天 也都看在眼里 你干嘛买这么贵的 现在跟以前不一样 能用就行了 多少钱等我找到工作赚钱再还一天 不用 是精致玉业 这是一只默默喜欢历照天的入学 也从外地赶回来看她 你们去击败姐姐 不要 我有时间就去 我知道在你的心里面 仍然很想念我的姐姐 但是我不介意 就算 是当姐姐的替代品 我也没有 你干啥的啊 如今已经变得一穷二白的立照天 面对陆雪热烈的示爱却不知所措 她始终对自己无意害死 陆云的事情难以释怀 这件事情一直压在她心底喘不过气 没有人可以取代你 就像你觉得没有人可以取代姐姐是一样的 我不知道你怎么做 喜欢就是喜欢 不需要计较值不值得 正当她想告知陆雪真相事 刚好回来的阿宇及时制止 趁着陆雪上厕所 重情重义的她告诫立照天 这个惊天秘密除了他们俩知道 绝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 毕竟她现在自身难忘 之前挪用公款的事情 还没彻底解决 随时可能面临牢狱之灾 如果再加上这条谋杀罪 那立照天就真的回天乏术了 立照天回到自己房间收拾东西时 不已经看到床底的纸箱 里面装的全是她用过的东西 有小时候的玩具 衣服 相机 打火机 她抽过的雪茄头 还有她小时候画的每一张画 甚至连她吊过的八颗乳羊 都装进瓶里收藏起来 看着亲生母亲明姐 这些年为自己做过的一切热了盈狂 她知道自己是时候做一些事情了 明姐每年都会在她出生的那天 去扔她的地方看看 原来你一直收藏了我小时候的东西 可爱 妈 你不喜欢 不是 妈 对不起 我一直这样逗你 妈 你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做一个孝顺的儿子好不好 你实在是太拽了 我看到你就讨厌 Steven 不要愁眉苦脸啊 曾经不可一世的霸纵利兆天 却被对手马兽南反复用手戳了额头 走投无路的他被骂得像条狗一样 他这次主动找马兽南 是因为马兽南现在是四海集团最大的国公 为了捕受老远之灾 求他放弃追究自己浓用公还的事情 老狐狸马兽南让利兆天出售在四海集团的所有股份 以此作为交换条件 现在一无所有的利兆天反而看得很开 因为他坚信自己迟早有一天会凭自己的实力 像自己的外公一样白手起家 阿雪经常过来看他 在厨房帮忙的时候不小心切到手 利兆天赶紧帮他处理伤口 看出眼前信仪已久的男人小心翼的样子 阿雪看得入迷了 好 可以了 谢谢 利兆天看出他的心意 便有一笔开他 在一起吃饭时特意隔一个位置 每天跟这帮邻居在一起 看似平凡 却是他最放松最开心的日子 而另一边的明智杰 自从当上马兽南的女婿后 不仅混得风生水起 还搬进利兆天的大比叶 明智虽然搬过去跟他们住在一起 但是他的心却在利兆天那 总是找理由躲进房里 偷偷地给大儿子利兆天打电话 这里的环境很好 怪不得你以前总是不肯搬 这天明智杰受马兽南所托 要他接待一个贵宾月华 这个月小姐大有来逃 家庭背景实力都相当雄厚 马兽南非常重视跟她的合作 便安排女儿女婿骑上阵 一起陪她到处走走 这是刚好遇到正在拍片的阿雪 月华一眼就认出 她是现在最红的模特陆雪 明智杰看出她对陆雪很感兴趣 便带她前去跟阿雪打着火喝酒 虽然马兽南非常精明 表面上对明智杰很鲜 但在一些重大事情上并未真正放尸权给明智杰 野心勃勃的明智杰为了夺权 她想出一条毒气 收买马兽南的贴身秘书张小景 在马兽南应酬月华的时候 故意灌醉她 然后借送她回家的机会 主动跟她玩扑克 第二天刚刚酒醒的马兽南 就被请进局里喝茶 从来都是她帮别人上头调的马兽南 这次自己也一夜之间 上了各大媒体竞相报道的焦点人物 她千算万算都算不到 有一天会栽在自己女婿手里 马兽南知道自己这次摊上的事情可大可小 为了化解危机 她气急败坏地拿了一箱子的签 决定去秘书张小姐家找她谈谈 结果在她家楼下 具意外地发现 女婿明智劫车也停在那里 老奸巨华的她立马察觉出一样 便悄悄来到门口偷听他们的谈话 我要将所有马兽南的东西通通抢过来 全部都属于我 你说我会被轻易放过 此时的明智劫吓得脸色苍白 被挨了几拳的她还想狡辟 却被黑道出身的马兽南一顿暴走 别看明智劫高马大胆 在剧里就没见过她打赢过谁 手无腹肌之力的她 眼看自己就要被活活打死 卑鄙的她立马搬出自己的老婆阿凯 想一次博得岳父的原谅 没想到这招还真管 马兽南一想到宝贝女儿挥舞的拳后立马静止 一个不留神 便被阴险的明智劫抓住了机会 一把将马兽南推下楼 命悬一线的马兽南 攀住了护兰边缘吊在板空中 让我上去 上一周人我见过不少 你记不记得你跟我说过 要给我六十年的时间赢你 你看看现在这间办公室 这是你住的房子 你看看那部车 全部都是我的 你拿着回去吗 这个坏事做尽了明智劫 您把岳父马兽南推下楼 此刻正在接受警方调查 而明智劫和张小姐早就传通好 一口要定是马兽南对张小姐进行骚扰 甚至还要打她 而女婿明智劫看不惯岳父打女人 连大一面亲不小心把她推下楼 就这样稀里糊涂的就把这次事故糊弄过去了 还好楼层不算高 壮实的马兽南命不该绝 保住了性命只是摔断了脊椎 阿凯特面对现了昏迷的父亲 除了悲痛不疑对她 是爱的丈夫明智劫深信不疑 凡一旁的明智 看儿子说谎的表情 看出了一些端倪 尤其是当张小姐的出现 明智更加肯定这个女人跟明智劫的关系 并不像普通同事那么简单 正在这时 马兽南前脚刚出事 厉兆天后脚就收到鸡马集团的律师函 厉兆天找到明智劫 告诉他自己跟马兽南谈好用股份还占 并签署了一份临时合约 可现在却被重拳在握的明智劫全盘否认 相比厉兆天这点股份对他而言 不如自己让亲大哥坐牢更洁气 而如今嫌疑翻身的明智劫底气失足 把当年厉兆天说过的狠话 一字一句还了回去 明智不想看到两个儿子自相残杀 他天真的以为能全负他 可这样只会让他更加嫉恨厉兆天 让他觉得是明洁偏心 那个曾经对自己百依百顺的母亲 总是为了大哥而跟自己作对 对厉兆天的仇恨变本加厉 所有人都在为厉兆天 即将面临牢狱之灾而惆怅 可他自己反而抢颜欢笑地安慰他 放宽心他自己会想办法 是不是人从乡上来到大城市就会变 事实就是这样嘛 他真的变啦 不不我又做错什么啦 所以让阿杰非要置他大哥于死地不可呢 你都给阿杰点时间 就像我一样我也变啦 只不过我是变好了 我相信阿杰他也可以 那我可要替你们担心了 一个变好了 另一个变坏了 一个变坏了 另一个又变好了 乌鸦水乌鸦水 一直默默爱着他的阿杰 并自作主张找到老同学明智杰 希望他能看在过去的情费上放过厉兆天 而这次的明智杰没有直接拒绝 还记得那个月华吗 他对你的印象很好 如果你肯帮我招呼他的话 我可以把告厉兆天的日期往后言 不过月华小姐玩得开心 答应跟我们做生意 我现在可以不告厉兆天 为了救厉兆天 阿杰也豁出去 尽管万般不请你 他还是来到月华珠的酒店 你来了 进来坐 你的口味颜色好特别 什么牌子 我相信你专业的眼光 穿出来看看再说 可精明的月华眼 就看出阿杰满脸心事 并不是真心的陪伴自己 于是追问他不开心的原因 阿杰鼓起勇气 将明智杰陷害厉兆天 逼迫自己的所作所为 都告诉了他 没想到这个权力滔天的月华 是一个满满正义感的富二代 他决定帮阿杰出之口味器 并找到明智杰 这份合约我可以签字 但是你要收回 寄给厉兆天的律师函 并且履行 马寿南跟厉兆天 签过那张临时合约的条件 怎么样 我似乎没有其他选 这样吧 你准备好合约就通知我 但是我想 这份合约可能是 我跟你们公司签的 唯一一份合约了 叶小姐不再跟我们公司合作 绝对是我们公司的厉害 笑什么 没有啊 你转一圈看看 是不是我的裤子破了 不是 只不过我没看见我 这样打败了厉兆天而已 我真的不建议自己 变成这个样子 其实我早觉得这样比较说法 厉兆天得知这件事情 已经摆平 还以为是明姐 劝服了明智姐 阿雪对自己背后的付出 却知字未提 阿雪对厉兆天的爱越来越深 不仅默默地帮了他很多 还买了很多礼物送给大将 Steven 送给你 对啊 我卧子啊 我今天逛街看到 就顺便买了 这个牌子是你最喜欢穿的 不用买那么贵的东西给我 不贵啊 刚刚好在打折 对了 我有一个朋友 给我明晚两张电影手印会的票 不如一起去看看 不要吧 现在跟以前不一样 反正我现在的名声又不是很好 如果人家把我跟你扯来一起 就不太好了 不看手印可以看别的 有车来了 拜拜 拜拜 厉兆天回到家中 明智看出阿雪喜欢她 便问她有什么想法 厉兆天明确表态说 自己现在只想努力工作 暂时不想台儿女情场的事 看着儿子这样 明智感觉到很愧疚 她觉得是自己没有教育好阿姐 才把她还成现在这样 别傻了嘛 你要负什么责任 其实我觉得现在过得很好 很舒服啊 至少不用像以前那样 每天早上上班要留意香港股市 一下班呢 要留意伦敦股市 半夜三斤还得留意 纽约华尔街的动静 每天24小时 忙忙碌碌碌 不晓得为什么 但起码我找回了人的感情 人的感觉 这两样东西啊 是用钱也买不到的 明智回到明智杰的家住 看着媳妇妈看 每天都在家傻傻的等阿姐回来 也很心疼她 暗示她阿姐经常业务归宿 要她看净点自己的老公 而阿卡还是对自己的老公深信不疑 每天不是在家 就是去医院看 躺在病床上的父亲马收南 为了宽慰父亲她还说 现在婆婆跟老公都对自己很好 让她早点好起来 全家一起去旅游 而这是突然头晕的她 我已经看到别人手上杂志的封印 才知道自己老公外面有人的事 那个女人还是陷害她父亲的人 她找到明智杰大吵一番 可铁石心肠的明智杰 现在目的达到了 言行毕露不再讨好她 试着不懈跟她解释 伤心过度的阿卡察觉身体一样 去医院才发现自己有坏身孕 她把这个消息告诉明智杰 以为她能回心转意 可她听到这个消息 也没有做出任何惊喜的反应 还是把她当空气 受尽委屈的阿卡的终于忍受不了爆发出 我现在有了你的孩子 立即当了家的爸爸 你知不知道 爸爸又怎么样 爸爸不能出门吗 你现在这是什么态度啊 我的态度不好吗 救救你 我可以打算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我刚刚那个女人没有出现过 大方没有出现过 你不要这样 不要管我的事 还要我告诉你 我想孩子不一定要你帮我生 神经病 日杰刚回到家中 竟发现张小姐已在家中等待她 你特地来刺激阿卡 你老婆嫁给你 我不用刺激她 她早晚都会发生 我这次来 是想试试 在你跟着老婆 每晚睡的那床床下 我爱你 哈哈哈哈 傲得美人归的阿姐 正准备上楼玩扑克 这是阿卡又赶了回来 看到桌上有女人的包包 她直接冲上楼破门 被画了好事的良人 不惊不慌地看着她 明智姐 你带得起我吗 如果你这个时候出去 会不会好一点 这个曾在商界胡锋唤远 靠游泳到香港 做水果批发生意起家的 鸡马集团总裁 当时作为能与立照天 抗衡明争暗斗的对手 自认为看人很准的胖 如今却被狼心狗妃的女婿 害到只能在床上不留 不仅公司没有 现在连自己的宝贝女儿 也遭受了婚姻的不幸 以怀两个人失忆的她 亲眼目睹了丈夫的呼吸 伤心欲绝的她抱着酒瓶 流荡在街头 不停地拨打 丈夫明智姐的电话 却无人接听 她一想到 他们正在干一些狗血之事 便有了轻声的念头 一口气喝完那瓶酒 直接住进了医院 还好命她 她跟肚里的孩子都并不大爱 明智姐跟立照天 还有一只喜欢她的阿虎 都闻讯赶来 而冷血的明智姐 知道妻子住进医院 竟麻木不仁 连医院都懒得来 爸爸变傻了 因为有了孩子还要自杀 看到弟弟这样 对待自己的妻子 一直干马少男水火不容的 立照天也看不过眼 她愤怒地找到 在同一家医院的马少男 想她重斗志 不要再颓废下去 你还记不记得两年前 我们还拼着你死我祸 讲到我们今天 全都是大书家 我 输掉了四海 您 输给明智姐 甚至 包括你的人生 还有你的女儿都输掉了 南哥 我已经想得很清楚 世事岂能竟如人意 但求无愧我心 我很有信心 能够从头来过 我希望你也可以 我希望可以在商场上 再给你拼个你死我祸 你这样知道 你有没有听到 阿兽男虽然眼睛泛着泪光 却始终无动于衷 气节败坏的立照天 不顾医生的劝阻 把她推进了女儿的病房 明智跟阿虎 都无法理解她的举动 你看清楚 她是你的亲生女儿 那是 她有了明智姐的骨肉 但是明智不要她 你知不知道 还有金马国际 金马国际更希望你回去 就成大军 你知不知道 南哥 你快醒醒 也许是父爱如山 马上男终于被立照天骂险 竟一大早出现在明智姐家门口 当在明智姐的车前 丝毫没有让路的意思 突然反手从一堆里 掏出枪对准明智姐 可开枪的速度却比不上丧心 并饶了明智姐 一脚油门踩到底的速度 毫不犹豫 冲向马上男 把她撞翻在地 这次 马上男经过手术活了下来 但一脑部撞击 变得风筝癫癫 明智姐来到医院 想一探究竟 看孕妇是真傻 还是装风卖傻 却被阿卡特赶了出去 她无法接受无情的丈夫 对父亲做的一切 尽管明智姐解释自己是无心的 可阿卡特还是无法原谅她 而回到公司后的明智姐 更加肆无忌惮 借机打压那些 与自己意见不合的公司元老 此事野心勃勃的她 想尽快抢走马兽来手里的果分 才能成为 金马集团真正的化石人 以后你就住在这里 就这么傻乎乎的过日子 为了得到 已经封电的岳父的授权 她带着律师 还有几个股东 来到医院 看一下马兽男的精神状况 为了保障集团股东的利益 所以明智姐先生提出 暂时接管董事长的位置 这份授权室的内容 你看一下 这几次她的内容 哎 马兽 你刚这样 马兽 这什么味道 我想说病人大小别试镜 我们出去再聊好了 来 生性多疑的明智姐 及时看到岳父这样 但她还是有诸多疑 回去后门张小姐 下棋身的一番话 也点醒了她 如果我是你 我就会细使她 到底是真傻吗 还是真傻 西装隔离的栗兆天 来银行应聘一个 月薪几千的大堂经理 而面试官见她 低眼就觉得眼熟 一看她的简历 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你的学历很高啊 香港大学工商管理系学士 压入财经政治系硕士 立兆天 不会是那个立兆天吧 你是不是四海集团 懂得找立兆天啊 曾经排挤香港富豪 前时的四海集团的 霸主立兆天 现如今竟甘心了 一个月薪几千的 职位踏破门槛 以她这样的条件 面试经理也不敢 做主招他前来 经过向上级请示 获得批准 所有鼓坛狙击手支撑的立兆天 换上员工制服 也做得四磨四瘾 风生水起 热心长的她 看到一群试奶奶 没在一起讨论股票 不认这些散户贝戈酒菜 并过去指点了一下 这些大妈见她面生 还嫌她多管闲事 不听劝的 他们很快就赔了很多 这时立兆天再次出面告诉他们一支潜力 并说如果现在下手还来得及 死马当活马役的他们 也跟风买了一下 找两三块钱就可以卖掉了 结果财业会功夫 就让这群试奶赚的盆买多买 从那以后 立兆天的身后 总是跟着一堆忠实女匪 每天跟她取经炒股 这天陆雪过来找她 还被试奶们偶然为是她女朋友 难过有这种厉害的不得了啊 简直就是捕神了 我赚了何钱 你要做得很开心啊 以前我客人家那么多钱 现在花给他们也是应该的 幻觉不是我的钱 不过我真的看见他们 怕让他们太胎气反护赔钱 此时的立兆天一心扑在工作上 完全忽略了陆雪的感受 连约她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大家都是福建人 我怎么会骗铜箱呢 你怎么知道我是福建人 我听你的口音就知道了 干地牙了 好了 就要书啊 提这么顶钱 我也不会亏本啊 谢谢天长先生 我们当年办手续 你这个眼光好 口才很好 很不错啊 谢谢谢谢 你做得很好 继续回 谢谢 你穿我一样 迟落的陆雪在拍婚纱广告时 一直欣赏她的月华突然出现 你穿白衣服真的很漂亮 我希望可以看见你穿着她走进教堂 但是可能会令你失望 她很关心阿雪的近况 看出她过得不是很开心 直到是立兆天的原因 便来到她上班的银行找她的赐 我要存一千万美金 月华 你就是侯英集团的月小姐 我们的银行非常小 如果找不到我心目中的人选 我绝对不会在这开户的 不要不要 那你要找哪一位呢 我想找立兆天帮我开户 可不可以 可以可以 可使得立兆天面对这样的高端客户 她身上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张狂 面对月华提出让她帮忙理财 她也显得谨小慎微 两人经过几分对峙 立兆天看出月华此次的来意 并不是真心找她办理业务 本想推掉这个大客户 却又让总经理给来了回来 我只能想问你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陆雪 如果你真的想重新开始 忘记以前的立兆天的话 那你也应该忘记以前的立兆天的话 对不起 我做的吧 今天晚上她约了我 在环球饭店吃饭 我不去了 你去吧 到餐厅室内 陆雪看到她很差一 曾经随随便便吃顿饭 多了大几十万的立兆天 这次见了服务员大跌眼镜 因为自己认错了人 我们去套餐吧 一份168块才 随便啊 二八年 两个商业晚餐 好 商业晚餐 你应该领心水就请我吃大夹蟹 又不便宜 一直要四百多块 那又是我第一次领心水 本来就应该请大家吃一顿吧 就当做是我 谢谢大家这么照顾我 你要吃着好好吃 不要说到老套的对白 不影响大家的食欲啊 这是鬼灵经贯的阿语扑发奇想 觉得自己平时炒股都是赚的小钱 他想跟人合伙 开一家规模不大的证券公司 机格一听说 只需要一间房几台电脑就能搞定 立马来了兴臣 金融界 找出去的身份地位都不同啊 爹啊爹啊 阿语 算我一份 我也得算一份 我也想合伙行不行啊 你们都也要合伙啊 阿语做这么多铺垫 就在等自己的前老板 见好兄弟立兆天发话 知道他拿不出多少钱来 并译他只需要出脑力 不需要投入一分钱 可不管大家怎么全说 立兆天依然坚持不愿加入 他还满足现在找的 这份月薪几千的新工作 当明杰进来时 立兆天看出自己母亲并不开心 便带他下去庙街走走逛逛散散心 原来明杰是为小儿子明智节 装自己岳父麻烧男的事情烦 他不敢相信那个曾经性格 开朗善良的儿子 变得冷血无情 以前我还在金融池出生 可以说是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我做任何事情呢 根本就不会管别人的感受 我也不管是对还是错 只要我自己喜欢就行了 阿杰他不是啊 他很穷 他是苦过来的呀 就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阿杰现在所做的事 会比我以前更疯狂 用他迷失的方向 也迷失了自己 这种感受啊 我以前也有过 在立兆天找到阿雪 准备在露云生日这天去祭拜他们 没想到丈母娘也从上海赶了回来 婚礼 生日快乐 马真是想不到 你这么快就离开 留下我自己的草获 阿姨 这是墓地里有个杂工 想以帮忙除草 清扫墓地 卑闻上气等寿意一手包板 让立兆天给他三百块 被立兆天回绝后 还一直纠缠讨价还价 扰乱清静 便被立兆天呵斥地把他赶走了 三人一战就是几个钟过去 阿雪眼看天色渐黑 立兆天还纹丝不动 Steven 我想姐姐也知道你的心意了 我们回去吧 当他们正准备离开时 那个信有不满的杂工 又偷偷回来准备报复 冰鼻沾上红漆 在路云的照片上涂抹 刚好被回头的立兆天看了 你干什么 你不要 我打了 你打了 你为什么要伤害他 散了 不要这样 会不会让别人伤害你 对不起 对不起 回到家中的阿雪一直看着姐姐录影的照片发单 母亲为她做了一桌子 喜欢吃的菜 她却一点胃口都没有 肢女莫若母 看出女儿是为立兆天伤心 可阿雪却不肯承认 没有 我没有喜欢姐夫 我完全对她没有意思 我是你妈 没有人比我们更亲了 如果你对妈也不能讲真心话 你会很痛苦的 我知道在她的心里面 始终还是很喜欢姐姐 她依然想念着她 始终都是姐姐最重要 她只是把我当成她的小姨子 别她有意思又怎么样 一定不会有结果 你为什么要这么悲观呢 阿雨已经死了 你喜欢她也不是问题啊 何况你姐姐在天之灵 一定不会怪你 你不用怕 妈支持你 曾经千亿身家的四海集团董事长 分分钟调动百亿资金的鼓坛狙击手立兆天 如今穿着别角的蓝色工装 甘愿坐在银行大厅 服务各种大爷大妈 为他们填写各种表哥 经历过大起大落的立兆天 直想安分分的过日子 不想再逗来逗去 而立兵阿雨跟姬哥等人 正在忙着开证券公司的事情 他们找了很多写字楼 不是地方太小太偏就是租金太高 正当他们发愁时 突然大家都想到了 姬哥的那间麻将馆 现在生意棱带 与其这样还不如用来开证券公司 与其让人家赚三十万 倒不如我自己赚 要不要不用捐房租了 暂时的 阿温 有时间赶紧来打麻将 过一阵子就没了 要改行了 改什么 厉害了 证券行 虽然办公室省了不少钱 但是重新装修也需要不少的投入 还好及格人脉广 就让人八万八十天内全部搞定 好像名字还没想到 对啊 那容易啊 叫大发马 好抬头啊 老爸 现在不是开麻将馆 那就叫钟吕泉吧 诶 吉哥 钟吕泉这种名字 比较适合按摩院 叫金庸证券吧 我是说写射雕英雄传的那个金庸 诶呀 这名字多气派呀 诶 吉哥 你千万不要用这个名字 到时候被人家告啊 那就不好啊 正当大家想名字 想得焦头烂额的时候 力道天带了很多糖水给他 当知道他们在未取名发愁 他灵光一闪立马有了灵感 诶 叫金鸡啊 吉哥这么旺 这个名字好啊 诶 很好啊 金鸡 金鸡 日理万鸡 世事OK 哇 这名字正点 很好啊 吃口彩糖 好 就这个名字好啊 万事俱备纸欠东风 阿鱼再次抛出橄榄枝 让力道天加入他们东山再起 却再次被他拒绝了他们的好意 大伙见状也不再强人所难 很快 一家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证权公司 在妙节开张了 好人员的吉哥一大帮 铃铃铛马有们都来为他祝贺 哎呀 您可好了 当老板了呀 哎呀 我只是一个肖像的股东 我的股份啊只有0.008 这么一点点而已 吉叔啊 还有那个韵先生啊 哎 韵先生 啊 他们是我的姐妹 你们好 你们好 他们才是大老板 就算我要卖老货 也要来碰你的厂 哈哈哈 力道天也送来一个大滑篮 四个一题 全部开张大碟 好不好 可以 金鸡 金鸡 日理万鸡 世事有运 哎 看着大家一起风发的样子 力道天此时内心五味杂陈 这天大家都太开心了 不胜酒力的阿玉 被他们几个人嫁着回来 力道天也一直帮忙照顾这个醉酒的好兄弟 此时的阿玉也借酒 把心里话都宣泄出来 我叫你 带着我们 重新来过 没有四海没关系 我们再开一家比四海更棒了 好不好 好 力本 又怎么了 你是我认识的人里面 最棒的 好 我最爱你 力道天你是最棒的 从头再来 我们两个在当的 说什么 我们连手再把江山给抢过来 好不好 你干什么 再好啊 你 你是属于股市的 你是股市狙击手 力道天 力道天您可继续窝在银行 做着与自己能力不匹配的事情 阿玉不担心 再次找到力道天 我真的没有你不行啊 你就来帮帮我好不好 你怎么丢脸啊 我对你很有信心啊 正在这时 那群市男们购买的力道天推荐的股票一目狂信 跌幅超过一半的市男们大惊失色 朝着让力道天出手帮忙 这次 股市狙击手力道天和他的金牌搭的阿玉再次双减合比 听一下看什么人在搞鬼 好 喂 我找阿飞啊 哎呀 找阿飞没用啊 他专门看亚洲股市的 看几件是欧洲股市在搞鬼 找PTA和SAMON看哪家股市在搞鬼 好 在蟹股票 立刻把你们手上的股票通通卖掉 哎呀 你们现在卖掉还得捞过一点钱 然后再卸白卸卖 要不然你们都会写本无归 要不然 还站在这里 赶快去卖掉 一个亲自操盘 一个书籍情绑 但这次不同的是 他们操盘的不再是动辄几十亿的资金 而是为了这群用血汗钱炒过的家庭主妇 去对抗资本 是啊 还好我们又买又卖 才赔了一点点啊 我也是啊 还好刚才不是站在这等 要不然我现在就写本无归了 就在那一瞬间 阿玉感觉以前的力道天复活了 你天生就是一个在战场上的将军 又怎么可以不打仗呢 我不是说过不要再提以前的事情 Steven 你刚刚也看到了 我在你的身边啊 永远是一个金牌情报人 我跟你这么多年 却连一成的功力都学不到 我那间证券行 真的很需要你啊 这是公司的高管韩先生 看到了这一幕 便把他叫到办公室 原来他跟厉兆天的外公室试交 并且从小看着他母亲白眼长大 当他得知香港人都知道的厉兆天 在自己的银行上班 他一开始开不敢相信 但是看到刚刚发生的事情 他不得不信 你不觉得你当一个大唐经理 多少有点大才小用吗 其实做人呢 只要敬任乐业 大唐经理也是一份很好的工作 你也是做过大生意的人 知人善任这句话 你应该很明白什么意思 我就坦白跟你说吧 我希望你在我们银行 当一个财务部的顾问 我知道这个职务对你来说有些委屈 但是 我还有诚意哦 韩先生的一番话 再次让厉兆天羡慕了陈思 最是外面的师奶们都在焦急的等待他 哎呦 全都怪我们不好 老叫他帮忙 这次都害死他了呀 好吗 阿玉 那明天呢 干什么 拿出来呀 啊 如果你们想找人帮忙 就去这家公司 因为我想过了 也去帮人家做事情 不是帮朋友的好 我决定辞职 啊 从明天开始呢 我会在这家公司上班 我会继续帮你们 Steven 你真是来帮帮我啊 你现在不要告诉我 你不请我啊 我公司都死掉了 郁国雄怎么请得请厉兆天呢 你过来当我老板 放心吧 我一定会照顾你们的 欢迎厉兆天先生 加入我们经济外汇证券公司 成为董事总经理 以后带领我们 还有所有客户 卖下发财之路 好 不过我真的不希望大家 再叫我什么股市狙击手 其实狙击手是三个字 有贬低一字 就是具体其他公司 以大智晓网顾小股民的意义 所以呢 我希望经济证券 能够完全达到 投资顾问的功能 就算是投资了一两房的菜篮竹 或者小股民呢 我们也尽量让他们赚到钱 大家都说我奸诈 说我不择手段 还说我是筷子手 这个曾经被诗人 称作贵字手的男人的改变 让所有人都刮目相看 经济证券将是他涅槃重生的地方 一贫如洗的他 如今就算赚钱 也会赚得光明磊露 赢也要赢得堂堂正正 所有人都为他的豪言壮语 举杯同情 而一直默默支持他的阿雪 这次更是拿出姐姐陆云 留给自己的500万保险金 让阿玉放进公司帮忙理财 并交代他 千万不能让利兆天知道 可是作为一家 在庙街的小正确行 客户订单大多 都是大爷大妈们 存的卖菜签 一下多出一个500万的订单 始终过于醒目 很快利兆天 无意间就发现了这笔款项 还好耶 我正好再开一张500万的订单 要买马克 500万这么大数目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科目 你不通知我 我本来也想通知你 可是预先说 他来就可以了 给你等我看看 阿玉得知利兆天 已经知道此事 正在宣持员工 泄露了这个消息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 这个case是我的吗 有什么事情你告诉我 这次被你害死了 这是基书刚好进来 不知前因后果的 他还觉得这个 没什么大不了的 让利兆天亲自出马 才能显出 他们证券行宾至如归 这次我接了这个case 我一定会被人骂到臭头 你也知道自己该骂 对不起啊 Steven 阿雪他在这里开户 是他叫我不要告诉你的 阿雪在这里开户 为什么不能讲 大家都是好朋友 拿点钱出来玩 这有什么关系呢 哪一点 这哪一点就是500万 如果不是我看到 现在不知道 还有能剩一半了 500万呢 他还真捧场啊 阿玉 把阿雪的电台偷偷买号币 你下次别这样了 知道了 我还是自己弄吧 阿玉啊 你小心点嘛 赚了钱 就可以打响知名度 不过呢 这500万要是赔光了 我朋友都没得做了 行行行 何见呢 我就说嘛 没你我们不行 论经验的 阿玉金钱还不够 不过下次小心点就没事了 许致我阿玉 他立马与阿雪出来 你知道啦 你知道你姐姐的保险费 差点剩一半 投资本来就是有赚有赔的嘛 如果你真的想要投资 你就不会让阿玉不告诉我了 这些是你姐姐留给你的 你就好好地留着它吧 我留着干什么呢 我又不是自己养不起我 自己真的留那些钱 买件房子给自己养老 尽管力道天并没有太大自信 能让这笔钱创造更多的收益 但阿雪仍希望他能把自己 当成普通客户 只要将这笔巨款交给他打理 并告诉他要离开香港 去美国发展的事情 我希望在我回来的时候 会变成一个大富婆 你去美国 是啊 应该会住个几年 恭喜我啊 并不是很多的中国人 可以在美国做model的 恭喜 我要回去了 我要帮我妈妈收拾东西 她明天回上海 拜拜 拜拜 每一个决定转身的人 都在风里站很久 人不耗尽所有的热情与期待 是不肯说再见的 我再问你一次 你到底使不使巴水 我没喜欢过他 够清楚了没有 你打我 你还有没有把我当你的老板 结合国开的证券公司 正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利兆天仅凭一己之力 吸引了一大批中式粉丝 但有几个别的街坊 却对利兆天抱有不同的看法 哎呀 如果他真的行啊 就不会把所有的产业输光 窝在秒街开个小公司了 人呐都会有倒霉的时候 之前呐 他真的是倒霉倒到家了 不过现在不同了 现在他东山再起 一马当鞋 简直是节节胜利啊 机构化银刚入 旁边的那个从银行一路 跟到这的诗奶 就为利兆天打抱不平 说自己自从跟利兆天炒股后 短期内已经赚了十来万 引得所有人都羡慕不已 更加坚定了这群散乎的信心 外面人声鼎废 里面的利兆天各阿佑和阿虎 正在讨论一支钱利谷 并有那种消息 这只股票随时会大涨 有个一千多两千万的资金 如果不找个机会 赌一次大的 我们这辈子做得这样窝在秒街 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到中环呢 阿佑说得没错 斯蒂文 你根本不属于秒街 你只会在这里等一个机会 在他们的几利全说下 利兆天用他那敲敲键键盘 就能日金斗金的双手合算了一下 觉得这个股的确大有可为 三立马一拍集合买盘 而利兵的明智节也没闲着 一直关注着利兆天的动态 并查到他正在花大量资金 甚至贷款一点点的买进哪只股 他一定是想一次翻身 没这么容易 我就要一次玩死他 让他受重伤 以后永远也翻不了身 我不管他现在买什么股 总之你现在马上也买了一只股 阴险狡诈的他之所以跟买这个股 是为了炒高价格 到时候他会在外面拼命的借货 等利兆天手上有大量股票的时候 他们就会大量低价买出赔斯坦 阿佑收到明智节 大量买进同一只股的消息 正在抱怨着 股市很自由 我们有钱买进 人家有钱买啊 只有你能赚啊 以现在明智节财大业大的实力 他们根本拿他没办法 但阿佑坚持要与他四颗到底 这是阿雪来电想约利兆天 见最后一面 过两天他就要出国了 细心的他在利兆天来之前 就已经点好了两杯卡布奇诺 但利兆天来时 却重新点了一杯奶茶 因为陆云走后 他就再也没喝过了 你可以这辈子都不要再喝卡布奇诺 但是你这辈子 是不是也不会再喜欢第二个女人 不会再结婚 我不知道 但只要我一天在梦里见到温宜 我就不允许自己再喜欢别的女人 我也知道我跟你不可能 但是我还是不顾一切的喜欢你 对不起 你不用说对不起 阿雪这次约他出来 只是想跟他说声再见 利兆天不但没有挽留 还让他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好好发展 并表示对他很有信心 相信他一定会成为世界级的名模 可这些并不是阿雪想要的答案 他再次失望地转身离开 独自来到酒吧 无声酒力的他不停地买醉 还好阿玉找到他准备送他回去 结果半路中拖了一顶 阿玉 你知道斯蒂芬只爱我姐姐一个人 我还一头在一起去 我真的好爱他 问看到阿雪如此伤心 便找到利兆天逼他承认喜欢阿雪 你很对不起Winny了 问怎么可能再跟阿雪在一起 如果我们俩在一起 然后他知道真相的话 他几乎会更痛苦 你明明在欺骗自己 自欺欺人 你明明喜欢他 你为什么不说的 你痛苦就好了 不要打开别人了 你如果让他走 这辈子啊 好悔的是你 利兆天东山在一起的地方 就在这个鱼龙混杂的妙计 这里没有几百上千万的投资大户 大多都是底层老百姓 人的贪欲就是如此 赚的没有最多 只有更多 在利兆天的带领下 大家买的那只钱力拱 拌的盆满锅满 即使这样的结果 离利兆天搬回中环又更进了一步 但他并没放松警惕 全身心投入工作的他 梁阿玉过来提醒他 阿雪马上要坐飞机走了 他也无动于衷 他必须打赢这场战争 而那边可怜的阿雪 在机场无尽地等待了 他西岸的人的到来 可最终还是只留下孤单背影 眼看着这只股涨势如红 大家都拼命往里面砸钱 当明智杰察觉自己手里的股票 已达到一定数点时 卖出 顺便放假消息出去 这时突然出现大量放盘 从一开始几十万大量买金 变成大量卖出 股价也狂跌不止 这时所有股民都乱了阵脚惊慌不已 只有利兆天稳如台山 在那样叠价居然就要赔光了 卖不卖啊 是 我始终看好他 在这边否定买鸡 帮国家上购 大家慢慢来 不要怕 再次不要卖 不进 这惊心动魄的几分钟里 看着跌跌不休的数字指数 阿欲几近崩溃 几分卖了 不卖 继续博 好 机哥一跑进来 然立照天赶紧想外放 外面的国民已经炸开了锅 分分钟可能把这里拆了 就这样煎熬着到官室 大家都在为这件事发愁 连机哥买了混顿面 大家也为心思吃 就这样做了一个通宵 里边的明智杰 看到股票跌到三块多 正获他心意 这次他已经输得彻彻底底 还自以为什么股市奇才 拜拜 阿欲看到跌到谷底的数字 瞬间两腿发热 就当他们以为 这次走投无路的时候 立照天的这个表情 让我知道 接下来的事情 没那么简单 原来胸有成竹的他 早算到明智杰 会耍手段害他 他一边安抚股民的情绪 一边安抚阿欲 赔光了 不是是我自己 连高岁钱我都赔光了 都是连高岁的 陈代 该死 是我连高岁钱我都赔光了 但是我没有赔钱 我还是赚钱的 你想还为我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我早查过你们收到的消息 是明智杰特地放出来 不许是让我死 你明智杰是他的阴谋 怎么不告诉我 还要我把公司的钱砸进去呢 如果不以公司 你把钱砸进去 他们怎么会以为 我们重计继续玩下 这次股票在我手上 我怎么玩都可以 总是这一次 大家都没有赔钱 这次漂亮的翻身掌 让另一边失算的明智杰 书得心服口服 而此时的利兆天 也想起炫富他乡的阿雪 当他来到机场时 早已不见了宗明 也直到失去利兆天 才意识到 自己早已喜欢是阿雪 他把自己关在房里 听着音乐往事 一幕幕浮显 这时阿雪赶在凌晨12点 拨打他的电话 跟他说了一声 生日快乐就迅速挂断了 他看到上面显示的IP地址 还在香港 边跟身边的好友 不停地寻找阿雪的下落 在阿玉的帮助下 他找到了正在南亚岛的阿雪 但是最快也要凌晨6点 才要传过去 他便让阿玉帮忙 找到一艘快艇 当落寞的阿雪回头时 看到利兆天惊讶不已 在如此浪漫氛围下 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他把露营那场事故的 真相告诉阿雪 但阿雪却并没有感到意外 原来在上次表白悲剧时 就已经猜到 姐姐的离世与她有关 你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身败名裂 对你来说 已经是个很大的惩罚 更何况 你现在改变了很多 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 有嚣张 有自大的利兆天 我没有必要再怪你了 你真的可以接受我 我希望有我 去照顾她的一切 我希望姐姐可以明白 此刻的利兆天决心 让医生去守护眼前 正在自己最后非事 那么守护自己的女人 我怕我喝醉啊 如果你喝醉了 给我照顾你 那我这一辈子都免费 那我就一辈子照顾你 阿雪 嫁给我 我是认真的 跟我一起生活 再次通过股市一战成名的 利兆天很快翻身 而他曾经四海集团的合作商 也经历了大喜盘面临破产 便主动找到利兆天 这个走投无路的老板 不希望看到员工失业 便求他收购自己的公司 利兆天答应做他的担保人 帮他向银行贷款 并提出只占70%的股份 这样的决定 让身边的阿玉跟阿虎 都替他感到不值 让他重新考虑清楚 我知道加油是你赤手空拳打出来的天下 我也曾经尝过把自己的心血 双手奉上送个人的滋味 如果你以后有钱的话 你大哥把70%买回去 斯蒂文 谢谢你经历过大喜大怒的利兆天 也相信山水又相逢 今天你帮我 明天我帮你 此举把那个老板感动得稀里哗啦 你帮我看清楚这个人 到底是不是我们认识的那个斯蒂文利啊 好像不太一样啊 对啊 我是斯蒂文利 不过不是你们以前认识的那个斯蒂文利了 那才了 我想我已经爱上这个斯蒂文 你真是的 下班后利兆天带着阿雪来到酒吧 看得出来他心情特别好 他告诉阿雪到今天 他才理解到吃亏是负 当然就是帮起的真正含义 怪不得了 连阿姨都说他爱上你了 现在斯蒂文呢 简直是人见人爱哦 是吧 或许这么说吧 最有眼光的人是你 在这样的氛围下 利兆天鼓起勇气向阿雪求婚 让他喝了哪杯威士忌就当答应他 他一直观察阿雪的态度 结果只喝了一半停了下来 不然我们先订婚 你现在还在为你的事业拼命 我也想再多给你一点时间 认真考虑清楚 我们先订婚 麻烦你 帮我跟大家宣布 今天晚上我请客 利兆 什么事情让你这么高兴啊 因为陆雪小姐答应跟我订婚 所以我希望全世界人跟我一起分享 那就谢谢利兆哦 谢谢大家 在所有人的祝福下 这对些人即将举行订婚仪式 阿雪在梳妆桌前 美美地装扮着自己 衣服设了一件又一件 之前她就很羡慕姐姐 如今自己也终于实现了心中所愿 你不开心吗 订婚而已嘛 订婚而已嘛 有人想了很久了 你们先订婚 然后等到斯蒂芬 他的事业稳定下来之后 然后选好日子在大白宴席 我又知道她在结婚 多少都会有点阴影 我这个女儿啊 实际真是善良 又善解人意 又体贴 又长得漂亮 谁要是娶到你啊 真是她的福气 妈呀 在母亲跟姐妹的陪伴下下落 看到阿玉她们还一脸娇羞 这是帅气的丽兆天手捧鲜花 脚踏七彩香云出现在她面前 在阿雪眼里 丽兆天浑身散发的光芒 是她心中的至尊宝 此刻我想起幸运说过这么一句话 你根本忘不了一个认认真真爱过的人 你以为错过的是一个人 其实你错过的是整个人生一生所爱 所爱一生 阿雪 我买个戒指送给你 追求定一切 我暂时先帮你带在这只手指 下一次 我又会帮你带在无名指上 依照天和陆雪在亲朋好友的祝福下 举行了简单的订婚仪式 而这种重要场合 怎么能少了一直对亲大哥怀恨在心的名之介 这次还带着怀孕的娇妻过来表面祝贺 实则气也嚣张至激 阿姐 放心吧 我不是来闹事的 一个是我中学的同学 一个是我的亲生大哥 我来道贺 你应该很正常 如果你真心来恭喜我 我会谢谢你 不用客气 这都是你自己有本事 没有了姐姐还可以找妹妹来代替 这个世界上全有这种事 你说什么 我不用说错 你可以侮辱我的 你们给三位阿雪 我差点就做你姐夫了 真是不明白 香港这么多有情有敌人 你不许 谁还穷鬼 壮可怜 不许同情的人 别说了 先回去 我会回去 我让你偏心 那你活得开心点 阿姐 好 明杰等儿子走后 一直为明智杰的失礼举动 向阿雪蒙女道歉 李兆天决定在商场上 好好教训一下这个弟弟 他心生一计 想收购一家化妆品公司 你们知不知道 女人的钱是最容易赚的 不然那区区一间化妆品公司 怎么会搞得上市呢 我同意女人的钱是最容易赚的 李兆天却很看好这家公司 叶阿玉赶紧买借 而另一边的明智杰收到消息 叶玛杰手下跟着买借 哪怕知道那家公司 根本不值得收购 但是只要能打败秦大哥 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 李兆天决定 我知道你想一次的 但是会不会 会 这是他绝对输定的 我说了有什么关系 一点都不要紧 他输了 他把钱都丢进去了 如果他输了 他就永远都不能翻身 很快阿虎发现了 除了他们收购这家公司外 还有其他人也在大点收购 股价一下涨了大几块 阿月查到买的人就是明智杰 真的被我猜中啊 你猜到明智杰会这么做 他怎么会放过我呢 明智杰我收购雅思 一定不会让我顺利 我们手上有多少雅思的股票 25% 通通卖掉 你不会吧 史丁白 你不玩了 我不玩了 为什么 我这是以检验之道 还这检验之身 其实我是故意放出消息 也就是说要收购雅思 我这么做呢 明智杰他一定会跟我讲 拼命的买雅思的股票 股价就会涨 同时我们手上 以低价买进的股票 自然就一直往上飙 明智杰这次 偷进不着石帮 还在这里 偷偷放出去啊 大家都在举杯 庆祝这次轻而易举的胜利 而立志杰也因为这次胜利 马上赚到在繁华的中环 再开一间证券公司的资金 今天明智他不在这里不太敢讲 骑啥姐真该死 常常想要害他大哥 骑他老妈 而此时的明智杰表面上 看起来逢光得意 实际上也起火难想 这次的事物对他来说 也只是九能一毛 他现在穷得只剩钱 决心要跟立志杰死磕到底 居然反过来挣我 立志杰算你狠 我没有赔多少钱 不是钱的问题 是面子 收到消息 斯蒂本打算在装缓 再开一间证券行 当他们光合的总部 才以为一两次就想翻身 没这么容易 我不会放过你 这几个年轻小伙 仅凭短短几个月时间 就把公司总部开在了繁华的中环 正在紧张筹备的新公司的开张 这让人意外的是 死对头明智杰也在他们的楼上 开了一家分公司 两兄弟的明正案都即将再次上 霸总立兆天白首起家 仅凭短短三个月时间 就把公司总部开在中环的监影中心 才大气粗的明智杰 霍兮也不甘是路 花仲金在大哥新公司的楼上 也开了一家分公司 更巧的是 都得你死我活的兄弟俩 选择在同一天开业 可同一栋楼的两家公司 热闹程度却天然之别 虽然明智杰这边的盛大开业典礼豪华无比 却近无死灰 连一个棚长的人影都没有 隔着屏幕都觉得尴尬 好不容易等来一个贵宾 去指过来匆匆寒暄两句就急着要走 我想今天啊 不会有什么人来你这里了 为什么 原来楼下立兆天的公司规模 跟豪华程度都比不上明智杰 便现场来了一手道转地球 顿时人声鼎飞 那些有头有脸的社会名流 全部莫名而来 斯蒂芬啊我就说嘛 有我有你还有小伙 我们三个人三件合必的话 你一定能很快就回到中环 可是想不到这么快啊 炒金融跟炒骨盘都一样 如果你炒得越大 就越辛苦 风险越大 斯蒂芬啊不要怕 有你的智慧 有我的勇气 再加上小伙的冷静 我们三个三件合必 三件合必 无往不利 以后一定会发大财的 小伙兵啊 我跟小伙兵偷看过了 阿杰那兵啊 不应该当办公室 平常当老人院 老人院 为什么 那你非常安静啊 适合休养啊 梁宇跟阿虎都被这样的名场面震惊 对啊 是不是你请他们来的 不是啊 不是 你请的吗 你们想知道为什么吗 白先生 对于这次开照全好 有没有什么意见 请你发表一下 等一下再让你们拍照 我想跟我的外孙聊一聊 谢谢 西北 外公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怎么不通知我 我就回来四五天了 我知道你要在中环重振熊风 你是我围的外孙 我怎么能不帮帮你做一点事情 你今天这么多大人物 全都是你安排的 不是 你利兆天的名字也很想啊 你在庙街开了一家小证据行 才三个月就做的有声有色 金融奇才就是金融奇才 他们全都是勿你的名而来的 除了这个曾经的商界大佬 白士红的鼎力相助 利兆天更是如鱼得水 至于这个有钱优势的外公 为何在女儿白眼里是知识不出现 外孙破产跌宕流利知识也没现身 现在新公司开张反而突然闪现 这就得去问问大导演王靖 因为这个胖爷爷就是他的亲爹 阿雪 这位是我外公 他是陆雪 你真有眼光过几天啊 我买一份礼物 补送给你们当时订婚的礼物 谢谢外公 谢谢Steven 你外公人好好啊 有够分量 那当然了 有其外公不有其外孙嘛 嘿嘿嘿嘿 你们两个要打钱冒敲 回家再打你冒敲 那边坐立不安的明智街 焦急地等待着贵宾的到访 可等来的是一群犀利的记者 一上来哪壶不开提哪壶 直接问他开业的妻子 比不上利兆天的金鸡正确 问他拿什么去赢利兆天 此话一出直接激怒明智街 劈头盖脸一顿 把他们全部轰了出去 事实就是环环相扣 所谓风水门扭转 其中一个嫌疑翻身东山再起 便是另一个人的倒霉之事 作恶多端的明智街 放得好好的白雪公主不要 却选择一个骑草着的巫婆 运检完的妻子阿卡特 刚从医院出来 就碰巧遇到明智街的秘书张小姐 两人发生争执 我看你能转多久 阿爹是要孩子不要你 快把密码告诉我 快把密码告诉我 快告诉我密码 你快说贱人 我们有时间了 快说 快说 小姐 我救你 快快快快 在商场上心狠手辣的明智街 在家庭上对待妻子更是亲手 妻子阿卡特被秘书张小姐推下楼 痛失孩子 变得精神失常 而她的丈夫也只是迫于明智的压力 才敷衍地来到医院看她一眼 在这个铁石心肠的男人的脸上 翻不起一丝怜悯 转身又回到公司 与那个蛇蝎女人狼狈为奸 以致筹划能通过股东大会 名正言顺夺揽公司大群 却因少了一份被锁在公司保险柜里的文件 而不能如愿所长 还有谁会知道这个名字 阿K 阿K一定知道 回去问他 但是他前呼风叮叮的我怎么问他 问他他也不会回答我 你是做大事的人 一定有办法 一直装疯卖傻的马兽男 也得知明智姐要急去那个密码 便抢先一步找到女儿 曾经呼风唤雨的她 面对女婿G203的陷害 不得意伪装自己 才能让生性多疑的明智姐放松警惕 才勉强能活到现在 她在宝贝女儿面前卸下伪装 虽然阿K还能认出她 但一句爸爸叫出多少心酸 看着被逼疯的女儿 她已心痛不已 爸爸 OK 阿姐还没欺负你 爸爸 你看爸爸 爸爸 OK 听着 他晚一点会来问你公司保险箱的密码 不管他跟你说什么 你千万不要告诉我 他开不了保险箱 就算我现在签了任何文件 都没有法律的效用 知道吗 不管 马兽男前脚刚离开 明智姐后脚就匆匆赶回来 想用甜衣蜜语哄骗阿K的说出保险柜的密码 当她提到他们过去一起去阿尔大夫旅游时 那些残存的美好记忆 让阿K瞬间恍惚 可心急的明智姐很快露出了自己迫切想拿到密码的嘴脸 阿K虽然疯疯癫癫 但父亲的那番话让她有了强烈的防护意识 她告诉我 等爸爸和我奶奶再说 你坏坏啊 一层 一层 她有了 是 原争斗士顺手拿起一把水果肉 拼命追杀这个害怕家破人亡的人 我起来 我的把包子行开医生 我帮你去 我帮你去 在激烈的打斗中 面对这个曾经对他情深一冲击 以他权力与地位的妻子 丧心病狂的明智杰毫不犹豫抢不刀 直接了结了这个年轻的生命 如果当初能擦两眼睛 这个是万千传爱一一身的附加千金 也不至于能落如此下场 可惜没有怒骨 而这一幕刚好被返回给女儿送护身符的马少男看了 轻眼看到女儿死在自己面前 却无能为力 而在一边目睹整个案发过程的民警 也被这突发状况下的惊慌失从 他首先想到的是要儿子快点逃离 就当从未回来过 他要一个人扛下所有的罪名 当他把现场的痕迹都清理完 警察也赶不过来 你是我唯一的外孙 我当然要帮你了 你还帮我搬外车呢 不管你是阿烟生的也好 没心生的也好 我都只有一个外甥就是你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我爸爸有两个老婆 我当然知道啊 你亲生母亲是个苦病的女人 所以啊你以后要好好地孝顺她 就像你以前孝顺阿烟一样 正当爷孙俩在一起喝茶聊天事 立道天接到了一个电话 如同晴天霹雳 得知自己母亲因杀了人被关了脚 跟外公一起火接火聊赶往警局 是谁报的案啊 就是伯母 明知杰的老婆还救不救的话 总是断气了 只是阿烟过来告诉他们 只允许一个人进去探监 面对大儿子的质疑 或自心切的明姐 还是一个人 揽下了所有罪名 我已经认罪了 不要担心我了 出来的时候刚好碰到同样过来探监的明知杰 外公啊 明知杰 他这有电 我知道 就是他特地开了一家金马四海证券行 小诚思你那个吧 这样也算是兄弟 我做诚意的朋友都告诉我 这个年轻人 他的手段比你以前还要独辣 明小姐 他一口咬定说 他是杀死你太太的凶手 我好歹活了几十岁 我一眼就看穿 这件事没有这么简单 同样是儿子 明知杰却更多的是担心自己 生怕母亲不小心说 漏嘴不停地给他十岩四海 出去的时候面对一大群记者的围堵 这言骄傲斯卡都欠他一座小贱人的奖杯 在同学间里面那个是我太太 在监牢里面的那个是我妈 我想身为儿子 身为丈夫 没有人希望发生这种事 怎么样 无言的如何 发生了这么多事明知节 不但看不出半点难过 还掏出早已准备的戒指 送给张小姐 那边立照天区 一直为母亲的事情四处奔走 寻找全香港最好的律师KC 来打这场官司 他跟阿玉来到KC长区的一家酒吧 我刚刚还在这里看到他 不过你放心 有没你的地方一定可以找到他 为什么你叫KC霹雳啊 这个大家都知道 因为他打官司从来没输过 霹雳泡马 又从来没有泡不到 霹雳啊 再加上他喝酒从来没有醉过 也是霹雳啊 所以我们大家都叫他霹雳 就这样了 好 谢谢你啊 好 笑啊 好 啦 好啦 轮到你啊 KC 我们来话局 来啊 你不认识我了 我是Steven Lee 霹雳 霹雳 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没礼貌 人家喊你好几声啊 你也回答一下吧 胖子 你听着 第一 我不叫KC 我叫做霹雳 第二 我在这种地方 是不跟男人说话的 你不过连老同学都不理了吧 力兆天 力兆天诚意满满地求这个老同学帮忙 KC看着眼前的力兆天都不敢相信 这是他当年认识的力兆天 我听到很多力兆天的传闻 我今天见到你 好像不是那么黑神 以前的力兆天已经死了 好啊 那我没问题 我帮你忙 我告诉你 力兆天已经不像以前那么有钱了 你没有必要自找麻烦 KC 你跟他熟了 他叫城里昆天 连那三场魂司都说不得我 你说手不手 还好 希望今天法官不是甜品娘 请 我才不认识 你跟他也不对排行城里 是干的儿子 你说对不对 活泼在豪华别墅杀害儿戏 轰动全港的案件在这天开庭 被告明捷的两个儿子都相继到场 护子心切的明捷 在法官还没正式发问 便迫切承认自己的罪行 可是我杀了他 这举动让在场所有人都震惊 这么着急坐牢的人也是闻所未闻 法官大人 请你去侦察厅 请慢不需要打遍 请法官大人取消这段纪录 我不需要你教我怎么走 还好这次是侦察厅会定期再审 就这样 明捷亲手把自己送进了监狱 在这样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 每一个进去的新人都会受到欲罢的欺凌 而明捷虽然作为一个年长的人 也难逃一劫 这个胖姐质问她是怎么进来的 你杀人 大监我只不过抢劫而已 那你岂不比我还威风啊 那我在这儿还有面子吗 钱啊 我有一点钱啊 你拿来啊 在银行 你的钱在银行 老太婆 你耍我 你们干什么 被安揍的明捷提心吊胆地在床上坐了一晚 终于熬到第二天早上 见到来探监的大儿子才展露笑脸 立照天跟KC这次过来 是想说服明捷配合他们 并问她是不是有人逼她认罪 没有人逼我 是我心甘情愿的 如果阿开真的是你杀的 你看对我说 你看对我说 阿开是我杀的 面对这样的供词 就算大理师KC也无能为力 而另一边默默喜欢明捷的机构 也找到自己黑道上的朋友 希望能托他帮忙 关照一下监狱里的明捷不受人欺负 K正义如此而弄巧成猪 他决定用老规矩来证一下明捷 把他架在篮球架上 所有人排队用篮球砸向 这个年过半百的瘦弱老人 很快到了正式开庭的日子 这次连立照天的外公 也亲自坐镇陪审 虽然阵容强大 但经过上一次明捷的认罪 大家心里都没底 都在担心他会乱说话 而在狱中一直经历精神 与肉体双重折磨的他 却从容地面对 走出来的一瞬间 他脑海里闪过每一张他爱过的脸 有孝顺的大儿子立照天 有默默守护他的男友吉哥 贴心小妙的甘女儿小玲 当然还有那个曾经单纯善良 如今让自己顶罪了的小儿子阿姐 而这次的明捷情绪彻底失控 被强行拉了下去 这是空邦律师拿出现场的作案凶器 再加上明捷亲口承认自己杀人 他恳请直接判他谋杀罪名成立 现场整理的非常干净 只有凶手一个人的指纹 而没有其他人的指纹 这一把是普通家庭用的水果刀 为什么全家人 没人碰过这把刀里 为什么 是因为之前 有人把刀上的指纹全部擦掉 让疑犯再拿一次 本案全部的证据都这么明显 明显到好像野气一样 我当律师十年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凶手 完全不求情 却像刚刚的嫌疑犯一样 抢制认罪 这种情况 你们觉得正常有道理有道理 理由只有两个 第一 一犯的精神不正常 不过这可能性很低 第二 他是为了维护一个 他觉得比他生命还要重要的 我们相信 你们认为这件案子 毫无疑一点 此者 是被人用水果刀插入心脏的位置至此 而且在伤口旁边 有一大片的淤血 证明着凶手恐无有力 以礼貌的高度 不可能杀死Katman 死者Katman 是从房间一直和人争吵的客厅 然后是从正面 被人一刀杀死 这个人 很有可能 就是用所谓的地理 明智杰 在监狱受尽折磨的明显 这天同时收到两个儿子 分别给他烧进来的糖果 他试入珍宝的小溪 一打开袋子时 却被那群玉霸一把 他抢了过去 在大家的哄抢中 糖果被撒得满地都是 被逼及的明姐 直接冲过去 直接打了下 受弱的他却被胖姐抓起 狠狠甩在地上 明姐不顾大家的 骂马一骂打 拼命在地上捡那些 被踩烂的糖果 正当胖姐想再次挥旋时 为预警及时制止 而几近奔溃的明姐 一直推丧着胖姐 责怪他毁坏自己 这一珍贵的东西 他扑通一下跪在地上 不停地捡失那些 散落一地的糖果 人心都是肉胖的 这一幕让一旁的胖姐 都动了侧眼之心 你们可以骂我 可以打我 但是不可以抢我的糖 这辈子的宝贝就是我两个儿子 我几十岁的人都掉成这个样子 小猫猫他们的脸都不可以 已经当时他们买出来给我的 是不值钱 但是是我的宝贝 因为每个糖里面 都有勇气埋不断的青青 那将来你们幼儿有的 你们就会知道了 你踩了我的糖 你踩到我一颗糖 不好意思啊 这个怀你 这是良心发现的胖姐 看到她的手下 掏藏了一些糖果 便走过去扇了一个大嘴巴子 告诫他们以后 不准任何人欺负明姐 次日 明智杰作为人证出庭 边方律师KC 向她求证母亲明姐 跟妻子阿凯特 平时的关系怎么样 一脸心虚的明智杰 竟然回答说他们的关系很差 斗嘴吵架更是家常便饭 让维心的回答 连大理师KC都看不下去 再次问她自己跟母亲的关系如何 在我小时候 我跟我妈很穷 吃树皮 都一样很开心 就算我们没有衣服穿 我也没有放弃过 我去拿人家的旧衣服穿 没钱交房租 我就躲在草堆里面睡着好 就算人家说我是野种 我也不介意 后来 我赚钱了 所以我很希望跟我妈一起生活 至于我太太跟我妈 不是很合得来 我也希望他们能够住在一起 像一个家 有一个真正属于我的家 这一半肺腑之眼 都把她自己都感动哭了 但她眼睛再好 也躲不过 皮丝的火眼睛 她直接指出明智杰 兜了这么大一圈 她所表达的是 长久以来 他们的母子关系并不是很好 并再次向她洗礼的发言 案发的时候 你在什么地方 公司 但是我看过你秘书录的口供 案发的时候 你已经离开公司一个半钟头 你到底去什么地方 当晚我在我女朋友家过夜 谁是你的女朋友 张学伟小姐 在家里做什么 做什么都可以 聊天呢 说是聊天 一直在床上聊 在床上做很多事情 行了吧 一直到有人扣我 跟我说我妈在家里出事了 我才知道整件事情 就行了吧 这么说她是你的情妇了 你可以这么说 我的感情没有了 我要投入一段新感情 很正常啊 二人 请仔细注意点 由于明智杰的母亲 永远后悔对明智杰不够好 由于内疚 她可以隐瞒一段事实 而且再维护某一个人 不是啊 不是这样的 我大胡说 是我对不起 你不要说我了 姐 妈 你不要说我 妈 妈 姐 你不要管我了 不要管我了 阿姐 他们说呢 我这件案子 可能要做四十年的牢 如果我把自己照顾得很好 出来的时候九十岁 可能还可以报到孙子也规定 这个新感情愿为儿子顶罪坐牢的母亲 把自己即将做四十年牢的事情告诉儿子 可她的回答却让她瞬间愣住 原来儿子想要的远远不止这些 她真正想要的是母亲的心 听说马兽来 可能在后天出庭作证 我已经认罪了 要找证据 现在只有希望 找不到马兽来 或者是 被告 出了什么事 那就不用再审了 明杰看着儿子的表情 读懂了他的想法 可冷血无情的明智杰 还担心母亲不够坚定 便故意提起小时候 抛下他去香港找大哥 把他独自一人留在乡下 受苦受懒 他的目的只是想通过这些往事 让母亲愧疚 这样就会甘愿替自己付出生命 泪流满面的明杰 此时在心里已经做好了这个决定 只要儿子开了口 他一定会毫无保留交出这条命 阿姐 是我不会做 我做得不好 所以让你误会 我比较疼赵天多一点 其实不是 我最疼的就是你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们曾经同甘共苦 你知道吗 我会为你做任何的事情 阿姐 你知道吗 就如此 而明杰的另一个儿子力道天 一直没有放弃 就这个抱着必死决心的母亲 甚至费尽千辛万苦 寻找到最关键的证人马寿兰 阿坚的死 我的现场都看见了 如果有机会 让我出庭作证的话 我就会让他接受法律的制裁 防止外面那个护身符 就是你的试试 没错 我本来准备交给阿坚的 阴险的明智杰也得知马寿兰作证的消息 便在出庭这天绑架了他 显然这次开庭再次以失败而告终 力道天追出去质问明智杰 明明知道他就是真凶 却也奈何不了他 你没有这个教训我 我一定能救吧 你小心会有报应 可坏事做见的明智杰也开始走下坡路了 公司的一个项目就导致亏损几千万 而且一直帮他做事的助手 也提交了辞职信 工作上不顺心的明智杰回到家中 原本以为会得到张小姐的安慰 可是这个女人很现实 在明智杰出事的这些日子 她早已攀上高知 准备抛弃这个商场失忆的人 并找借口提出要搬出去住 但她又怕明智杰知道后不会放过他 又不得不伪装起来哄他开心 而另一边被网的马寿兰 也借机逃了出来 再次找到立兆天 大家一起筹划着 怎么在法庭上揭穿明智杰的罪行 阿絮 斯蒂芬 你怎么了 也是这么长 我不是 你先回去 阿絮 快把钱拿出来 没有 我真的没有 谢谢 你先不要过来 我一下打死他 你先把阿絮 好 让我报仁 就拿五十万来交还他的命 这个曾经身家轻易的四海鸡马集团 现在竟为五十万绑架自己的中学同学 以此威胁自己的大哥 他之所以如此落魄潦倒 跟一个女人息息相关 曾经跟他狼狈为奸的神仙美人 也很快找到了接盘下 他跟这个大富豪打得火热时 刚好被明智杰看到 阿絮 你像怎么样 你干什么 男人彻底决裂 而这也只是他论运的开始 你涉嫌与中谋杀案有关 我们现在要追求你 经过重重审问 此时的明智杰心态有些崩瘩 他非常害怕坐牢 走投无路的他 只好找到刚与自己拍两伞的张小姐 求他帮自己做媒证 我把我的财材 付一败给你 谢谢你啊 在他的再三苦求下 连张小姐这样蛇蝎般的美人 都开始对他不孩儿恋 才勉为其敢答应他 开庭这天 明智杰依然腰满腾的笔质 似乎胜券在窝 因为这次他花重金 聘请了一个国外大律师 再加上有张小姐为他作证 他信心失足 可他却高估了自己 没法官大人 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 我的当事人跟以上所有的知恐有关 那个杨律师显然年话都说不利索 没有任何的优势 而关键时刻 他手中握住的最后一根稻草 也倒转枪头指着他 也是一日晚上 用刀杀死大杰心凶手 到底是什么人 是他 接下来法官的审判 让在场所有人都觉得大快一心 判处刺刑 可惜有不甘的明智杰 却在法庭上当场资惨撞头 被送进医院 趁医生不注意瞬间偷袭 换上医生的衣服逃跑 想逃回家乡的他 现在却身无分文 于是悄悄地潜伏在张小姐家楼下等待时机 张小姐在他上车之前已经偷偷报警 知道眼前的这个男人已穷途末路 他也只能假意顺促 可当明智杰提出 让他给他一笔钱是潜逃使用 这个做死的张小姐 既然想几百块就打发他 你把我当时打 对你未经人之意境 现在不是我不肯帮你 只是你不肯领情 而这时他也听到警车声知道他出卖了自己 此举彻底激怒了 丧心病狂的明智杰 一不做二不休 一被判死刑的他 也不再有多加一条人 最终这个让富豪们相继身败名裂的蛇蟹美人 却沦落惨死街头的结局 而那个所谓的大富豪男友 也不过是立照天外公白世红 找来故意离间他们关系的人 你安排我玩这场恋爱游戏 对我不保 挺好玩的 沙红眼的明智杰为了跑路 甚至找人弄了一把枪 但心狠手辣的他压根就没打算掏钱 直接几刀解决了那个卖将 拿到枪后的明智杰更加肆无忌惮 想找他要钱 可刚好碰到自己在深圳市的潜优小米 危机关头 刚好来找陆雪的立照天冲了进来 事不良理的兄弟俩见面奋满眼红 我告诉你 我自己要求他陪危机死 你拿起来 停车 停车 不要 不要开车 停车 Ste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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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Steven Steven 重弹了 快闭 医生 马上帮我宴血 我愿意接住一个车 是 我也愿意 你替我宴血 我是自愿的 医生你帮帮忙 是 我也是自愿 我也愿意 如果他们都不吻合的话 我问我马上叫一百多个兄弟来给你宴血 帮忙忙 这一屋子的人争得排队宴血 想给中枪的阿雪军神 那一枪被明智杰直接打穿肾脏 现在急需匹配一颗欧行血的肾脏作手术来抢救 可检验结果却差下人意 我们已经替你验过血了 你的血型是AB型 跟伤者的O型并不吻合 A生 我呢 B先生 你的胆固醇过高 而且有一点糖尿病 好了好了 这些我都知道 我只想知道我的血型稳不吻合 也不吻合 很抱歉 你们全部都不吻合 而另一边坏事作剑的明智杰 发了疯似的在路上横冲直撞 很快被追击的警方团团包围无路可逃 面对警方要他投降 医生要抢的他 嘴角微微上扬 狂踩油门在枪林待遇中直冲万丈神渊 在坠落过程中脑海中闪现他这一生的经历 从一球二百刚从乡下来香港讨生活 到苦尽甘来出人头地 爱过的人 伤害过的人都一默默成血 可惜时光无法倒流 这是一条不归路 而这一切仿佛都是天意的安排 被送进医院的明智杰 被医生告知他被方向盘撞断几根肋骨 导致严重内出血 他们也经历了 那为什么叫家人 他已经没有家人了 他的家人全都被他害死了 老爸 而即将离世的明智杰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 一旁一直深爱他的前女友小敏 也非常同情这个重判亲礼的男人 只有他愿意在明智杰生前 见他最后一眼 看着身受重伤的明智杰躺在床上 善良的小敏鼻子一酸哭了下 原来这些年来 他一直忘不了这个抛弃他的男人 明智杰也深受感动 让他摘下手上的那枚戒指 送给他当作最后的念想 而这是历照天爷赶来见这个 即将死去的亲弟弟一面 我被你始终是同一个麻省的 人之将死 气焰野山 作恶多端的明智杰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才醒悟 忏悔自己犯下的种种恶心 他还关心被自己打伤的露血的情况 当得知他急需换身 而自己刚好非常吻合这个需求 他希望大哥能成全自己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就是 他要把自己的肾脏捐给阿雪 第一件事就是他要把自己的肾脏捐给阿雪 太阳了 谢谢 谢谢 陆云 明智杰终于结束了自己最恶的一生 临终前幻然悔悟的她 拯救了陆雪的生命 而利兆天在一个月前 看完陆云妈妈给自己的那本日记 上面详细地记录了陆云跟自己的点点滴滴 而且陆云从始至终都深爱着她 此时的利兆天才幻然醒悟 原来内心深处爱的之恶陆云 她对陆雪只是怜悯 看过这个日记之后 我才发现原来我心里面 陆雪的手术很成功 可是醒来时却发现 所有人都在只有利兆天缺席 她躲在她看不见的地方 远远地看着她 她彻底消失在陆雪的世界里 可是爱着利兆天的阿雪 满世界打电话找她 她妈妈不认女儿这么痛苦 并开导她并把利兆天写给她的信 交到她手里 看完那封信 阿雪也理解了利兆天 彻底放下了这段感情 九个月后 她已成为从服装行业 跨界到工艺的女强人 她早已经习惯了 没有利兆天的日子 就算我们真的结婚了 住同一间房子 睡同张床 但是她的心 始终不在我的身上 这样也没有用 其实Steven这么做 是不希望我做替身 她完全是为了我好 我也相信一件事 如果我们真的有缘的话 我们迟早都会见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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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雪